李响有些疑惑地看着街边那排成的长龙 以他黄街四级的实力 自然能看清龙头处是一家饭店 不过这都两点了 饭店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明月饭店 这不是江苏的铺子吗 咋又开业了 李响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永远乐呵呵的中年男子 同时也想起了他还没发迹时 那个寒冷的冬天里的一碗洋春面 明月饭店重新开张 那我可得捧场 走 去瞧瞧 李响常年在朝阳街收租 这张脸不少人都认得 有人想提醒不要插队 却被旁人给打断 不要命了 这可是云水帮的老三李响 响言您请 闻到饺子香味的李响食指大动 这明月饭店可以啊 这香味比之前的可香多了 他刚欲走进饭店 小宝鹦鹉顿时扯着嗓子道 店小 只能同时招待八位时刻 等人走了你再见 李响一顿 露出玩味的笑容 这只鹦鹉 有点意思 红毛绿毛两小弟不干了 砸毛鸟 响哥你也敢拦 老板呢 叫老板出来 我看这家店是不想再开下去了吧 李响脸上有些挂不住 这两个小弟跟一只鹦鹉耍横 太丢人 下次出来不带他们了 小宝情绪顿时就上来了 你说谁是砸毛鸟 你全家都是砸毛鸟 呸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我说了不能进 就是不能进 你们是插队的 重新给我排队去 还想哥 天王老子来了 那也得等人走了再进 李响只住了想要动手的小弟 云水帮不像其他帮派 他们是讲规矩的 受了保护费 便保卫店铺的安全 去买东西 吃东西这类的消费 也不会少店家丝毫 要是有人干出杂店这事的话 大姐头可不会饶了他们 更何况 明月饭店和她有着很深的渊源 你这鹦鹉有点意思 店里有老板在吗 我和江子民是老朋友 小宝傲娇道 江子民 我没听过 想吃饭 就得等 这是规矩 恰巧 江明刚把所有饺子抱完 走出了厨房 准备出来提醒门外等候的时刻 还有110份饺子 以免到时候有人等久了没吃到饺子 情绪收不住 那是我爹 鹦鹉浑身一颤 要玩 要玩 相应地扭头 江明能够清楚地看到鸟会上出现讨好的笑容 主人 对不起 江明 拜拜手 并不与小宝多计较 看着那嘻哈装男子 原主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 理想 云水帮三当家 主要负责收租 当初与父亲关系不错 一年多前 江月被小混混欺负 被理想撞见 这才没有大碍 七 江明脸上露出笑容 想哥 好久不见 理想看着江明愣神 久久才试探道 你是江明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理想露出欣喜的笑容 我去 你这小子 不是说废了吗 咋重新开店了 还弄得有声有色的 江叔全下有知的话 肯定也会开心的 提起父亲 江明神色有些落寞 想哥 这两年 多谢了 理想虽然没有明面上帮什么忙 可江明内心清楚 这个低段的铺子可是十分抢手 仅仅靠他们两兄妹 真的保不住 这两年没有人来打扰 其中肯定是理想在暗中操作 理想有些唏嘘道 嗨 这有啥 咱们兄弟 不说这些感谢的话 你只要不怪我不为江叔报仇就行 蒋家 云水帮真的不敢热 江明摇摇头 怎么会呢 想哥帮的已经够多了 这么久没见了 进屋做做吧 做出请的手势 诉诸 注意规矩 只能招待八位顾客 江明无言 这个系统 轴死你得了 我知道 我等三位顾客走了 再弄饺子 这总行了吧 系统不再言语 江明告诫小宝 还有多少份饺子 便带着理想三人进了饭店 进了饭店 那股饺子香味更加的浓厚 让人食欲大开 理想一拍江明的尖头 你小子行啊 这香味 简直是绝了 绿毛小弟指着价目表 怪叫道 想哥 这怕不是家黑店吧 一碗饺子卖六百八十吧 理想这才注意到了 饺子的价钱 震惊地看着江明 小明 这 江明笑而不语 一旁的食客淡淡道 没见识 饺子是灵扇 六百八十八一份的灵扇 抢着吃去吧 看着三人震惊的表情 食客内心嘎嘎笑 早晨就觉得 前老板的话装逼 终于给我装到了 其他还没来得及 说话的食客 则是一脸遗憾 该死 被他装到了啊 理想震惊地看着江明 面前的男子 从熟悉变得陌生 小明 你成灵厨师了 可这也不对劲啊 江叔走后 你不是一蹶不振了吗 而且你都二十岁了 理想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猛地拍了一下江明 行啊 你小子 早就觉醒了 怕蒋家报复 一直偷着恋是吧 现在觉得时机成熟 敢开店了 演技够好的啊 连我都被你瞒住了 江明嘴角威劣 差点就绷不住了 要不要内心戏这么多啊 我还在想一个合理的理由 结果你全给我挠不好了 江明顺势点头 想哥 你要不尝尝我的手艺 身旁的两个小弟 用渴望的眼镜 看着自家老大 灵扇啊 他们活这么久 还没吃过呢 理想则是搓了搓手 他现在的实力 吃灵扇也得几个月 才能吃一次 还得是借他老大 云水帮帮助 目水云的光 而且这饺子香味这么浓重 肚子早就发出抗一声了 小明 那想哥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掏出手机 在前乡二维码处扫了2064 都是自家兄弟 理想可不会占便宜 刚好有三人吃完离开 江明来到厨房 开始下饺子 不一会 三份饺子放在了理想面前 想哥 你慢吃 理想点头 看着面前喜人的饺子 加起一个放入嘴中 本来还想在小弟面前装一装的 可是他完全被这饺子的美味给折服了 我的天 灵扇好吃他知道 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吃了 我之前吃的灵扇不是这个味道啊 这肉馅 这汤汁 这面皮 啊 太好吃了吧 根本不顾烫 一个接着一个 很快将嘴巴都塞满了 满足地嚼着 小弟们根本无暇顾及老大的迥样 他们没有理想的实力 饺子一上来 便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 他们严重低估了饺子的温度 太烫了 可吐出来吗 又舍不得 7K问笑 只能像小狗一样不停地哈气 不一会 12个饺子便被理想吃得精光 连饺子汤都给一口闷了 理想豪气道 小明 再给我上一碗 不对 上四份 另外一份打包带走 江明无奈了 看到了价目表上饺子的价钱 那通红的两行字就是看不到吧 不过这是响哥 江明还是亲口说了一遍规矩 不是吧 兄弟和响哥还讲规矩 这有点不厚道啊 理想开始打感情牌 江明露出歉意的笑容 响哥 不好意思 真的不行 规矩不能破 理想这才无奈认命 零厨师嘛 规矩多 懂得都懂 看着还在和第二个饺子做斗争的小弟 理想眼珠子转了起来 小绿啊 响哥平时对你怎么样 绿毛小弟嘴里含着饺子 含糊不轻道 辣似增的没得锁 既然这样 这饺子分享哥几个不过分吧 理想虽然是疑问的语气 但是手上动作却没停 一根筷子戳三个 两根筷子就是六个 放在了自己的碗里 绿毛小弟急得眼睛都红了 幽怨地看了一眼理想 双手丝丝捂着碗 字牙咧嘴的 小红啊 理想的魔罩伸向了红毛小弟 红毛则是放弃抵抗 生无可恋地看着碗里的六个饺子不翼而飞 理想满意地点点头 一碗水要端平 怎么能厚此薄笔呢 我可真是他们的好大哥 加起一个饺子 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 之前吃得太快 都没有细细品尝味道 就没了 现在可得慢慢吃 这饺子也太好吃了吧 以后就都来这吃饭吧 两个小弟更不能带了 他的工资不允许天天带小弟出来潇洒 一个人吃688 三个人吃2064 一日三餐 那得6192 他表示 荷包真的带不动 还得攒钱存老婆本呢 理想吃完 对着江明招了招手 小明啊 你过来 我和你说点事 怎么了 想哥 理想看着江明 有些难以启齿 是这样的 朝阳街归水云帮管辖 你知道吧 江明点点头 理想接着道 朝阳街上所有的商铺 每个月都需要交两成的利润 集水云帮 作为保护费 之前江书在的时候 每个月交一成 江明听到这 手丝丝的捂住了 装着口袋的手机 交一成 这怎么行 要他的钱 就相当于要他的命啊 江明卖出一份饺子 只能得到两成的利润 按照今天的火爆程度来看 少说得卖出600份饺子 他能到手的钱 688乘600乘0.2 等于82560 交出一成利润 那就是8000 再说了 他这开餐饮的 别人能粗略地估算到营业额 谁他们会相信 开餐饮只赚两成的钱 你去馆子里 买一盘48的辣椒炒肉 店家说就赚9.6 你能信 系统剥削也就算了 帮派也想剥削我 没门 江明坐了下来 盯着理想的眼睛道 想哥 这钱 我交不了 这店铺是第一天开业 并且月月也觉醒 预售师天赋 我得攒钱给他买个好点的重售 当然 做弟弟的也不能让你难做 你去和你家帮主说一声 让他亲自来找我谈 理想面色纠结 内心也在挣扎 他主要负责收租这一块 小店的话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明月饭店现在弄得这么火爆 按照这个价钱 每天的营业额得几十万 一个月流水破千万也不无可能 可以说 这个饭店收的保护费足足能抵一条街的 这他可不好包庇 但是为了这一点小事 就去麻烦穆老大 他也会被帮内的其他人看不起 他这个三当家的位置 可是有很多人虎视眈眈的 两世为人的江明看出了他的难堪 想哥 今天有两个人来我饭店吃饭 理想起初还不以为意 可是江明接下来说的话 让他大惊失色 一个是钱友德 一个是福会长 理想 钱友德 杨氏首富钱友德 杨氏强者排行榜第五的钱友德 江明点头 什么 钱老总怎么可能会在你这里吃饭 江明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周围的时刻 早上 中午都来了 理想环顾四周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你难道 你说的福会长 不会是老英雄福安里吧 嗯哼 江明从兜里拿出福会长的名片 递给了理想 理想 对着江明竖了个大拇指 你牛 怪不得现在敢暴露实力 有钱老总和福会长相助 确实能和蒋家分庭抗礼 江明挠了挠头 想哥 你看 这保护费还交不交 理想骤然站起 交个屁 如果江明早说明月饭店有钱老总和福会长撑腰 保护费的事 理想提都不会提 阳城分为南北两个城区 云水帮只不过管辖北城区的一部分 帮主沐水云实力也仅有玄介三角 无论是杨氏首富钱友德 还是老英雄福万里 都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存在 理想苦笑道 小明 你可真能藏 不声不响的就抱上了这么粗的两条大腿 江明含笑看着理想 也不去解释 误会就误会好了 他可不准备靠别人 在餐馆他就是无敌 每天吃吃灵扇 修修炼 等到神功大成 自然可以去抱血仇 理想从兜里拿出了一张卡 递给了江明 这卡里有些钱 你不是说月月那丫头也觉醒了吗 就当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一点心意 给他买个好点的宠兽 江明连忙推辞 想哥 这怎么好意思呢 七K问笑 理想神色不悦 声音中带着一丝怒气 叫你收着就收着 是不是当了灵厨师 就不认我这个穷亲戚了 我当初像条狗一样流落在街头 是江叔给了我一碗羊春面 我才能有现在的身份 我是个粗人 但我知道一点 别人对我好 我加倍返还 两年前 江叔被蒋家老二开车撞死 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宰了那个畜生 如果不是那个畜生喝醉了酒飙车 还和那拼头在车里乱搞 江叔怎么可能死 可是 我是个废物 是个黄街四级的废物啊 这两年 我都没脸来见你们 江叔 我可是当亲爹来看的 理想说到最后 宛若一条发怒的狮子 不停地咆哮着 黄街四级的威压散发而出 饭店内的时刻被吓得瑟瑟发抖 有人筷子没握住 掉在了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理想剑打扰到了江明的声音 猛地一拍小弟的头 还他们吃 别跟个饿死鬼头太阳的 碗都能照出那一头绿毛了 赶紧滚 说吧 将卡丢在餐桌上 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 等走到门口时 小明 复仇的时候 记得喊我 话语中的哭腔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见 江明愣愣地看着理想的背影 这个嘻哈装的男子 熟悉中带着些许陌生 可就是这股陌生感 却又十分亲切 原来 除了做儿女的 还有人记得他父亲 江明面带笑容 好 见理想头也不回地走了 红毛小弟连忙追上 绿毛小弟则是说了一大通 他跟着理想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有些事情他明白 江老板 想哥这两年发了疯样的修炼 硬生生从凡街七级 到了现在的黄街四级 因为这样 想哥才能坐上云水帮三当家的位置 想哥的心里 一直都是憋着一股火的 今天说话有些冲 你别往心里去 不要伤了和气 江明点头 将卡放进了裤兜里 你赶紧去找想哥吧 人都走远了 江明回到厨房继续忙碌 复仇的事情 都两年了 不急于一时 再等等 等到有十足把握再说 时间一晃而是 来到了晚上十点 在门外是客惋惜的眼神中 身心俱疲的江明拉下了卷帘门 从中午十一点半一直到现在 他就没停过一下 江明还是低估了灵扇 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含量 中午准备的三百份饺子 在快到四点的时候就卖光了 不过系统说的饺子卖得越多 奖励越丰厚 这一点 江明还是牢牢记在心里 于是三点钟的时候又准备了四百份饺子的量 就算到现在 门外月末还有几十个人在排队 这一天 足足卖出了将近八百份饺子 可把江明累得够呛 就算是预售师的体质 也遭不住这样造 他清楚地认识到了 做饭也是个体力活 十多个小时忙碌下来 四肢宛如贯钱一般沉重 费了半天劲 江明终于爬上了楼梯 小腿肚子还在打颤 对着还在看电视的江月道 月月 早点休息 明天还得去预售师协会检测天赋等级 江月穿着十奴比睡衣 修长白腻的玉腿架在茶几上 我知道了 哥 一天都忙个没停 肯定累坏了 赶紧去休息 江明应了一声 回房 直挺挺地朝着床倒去 啊还是躺着舒服 江明拿起手机 查看起账上的余额 嘎嘎嘎嘎的笑了起来 饿得像个两百斤的大傻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再累都是值得的 今天卖出去了795份水饺 足足赚了十万块 存款暴增三分之一 再干几天 妹妹的重售钱就有了 江明兴奋进过去之后 只感觉眼皮子不停地发抖 困意席卷全身 太累了 昨天睡了五个小时 今天工作一整天 她又不是铁打的 早就累得不行了 就在江明半睡半醒之际 系统的那冰冷的电子音 在脑海中回荡 丁 任务 今天卖出一百份水饺完成 奖励蘸酱 鲜醋酱 爆辣酱 新菜品解锁 韭菜饺子套餐 定价888 检测到宿主超额完成800% 开始结算额外奖励 奖励一 十倍修炼卡一张 奖励二 新菜品 飘香如鱼 是否领取奖励 江明嘴角流出一滴精盈 别烦老子睡觉 系统 你是谁老子 你说清楚点 睡睡睡 睡你麻痹起来嗨 把话说清楚啊 小心我不要你这个宿主了 别装了 嗨他们睡 起来给我说清楚啊 事实证明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累到极致的人 江明挥了挥手 像是在赶蚊子一般 翻了个身 继续呼噜大睡 系统 他当系统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今天竟然被一个小兔崽子宿主给占了便宜 心里别提多不识滋味 东方亮起一抹鱼肚白 明月饭店外却以为满了人 翘首以盼的等待着江明开门 不少人都是托家带口的 只为让亲人也尝尝那妙不可言的饺子 这都六点半了 咋还不开门 这老板生意不做了 吃了那饺子 老婆直呼妙极了 今天我特意趁我老婆没起 再吃一碗好回去浇公粮 那韭菜饺子 简直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啊 十年了 我终于从我老婆烟里看到了崇拜的眼神 韭菜饺子YYDS 为了男人的尊严 倾家荡产也得天天吃一份韭菜饺子 门外的时刻这么一等 就等到了七点 终于听到了门内有动静了 老板要开门了 老板这么晚开门 赚钱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啊 可是等卷帘门拉开的时候 几百双眼镜看到的却是一位青春靓丽的少女 江月瞪大了美眸 呆呆地愣在原地 书包带从肩膀出滑落 这是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他 为什么早上七点有几百号人在自家门外围着啊 僵硬地举起手 脸上出现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嗨 你们好啊 时刻门见不是江明开门 有些失望 不过还是有人认出了是江明的妹妹 小老板好 你哥哥什么时候开门呀 江月嘴角威劣 小老板是什么鬼啊 神他们小老板 哥哥昨天太累了 还在睡觉 可能早上不开门了吧 说完 将卷帘门重新拉下 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 逃适地跑走了 妈呀 太尴尬了吧 时刻门听完 脸上满是失望 特意早起准备吃完饺子回去脱裤子 结果你和我说早上不开门了 什么啊 我老婆马上就醒了 没有江老板的饺子 我怎么交公粮 完了 好不容易攒起的家庭地位 因为老板关门 又要没了 老板啊 你早上不开门 那我媳妇怎么办 人流顿时散去了一大半 不过还是有不死心的 依旧等在店门口 逃出人群的江月 精致的脸蛋上满是羞红 就连到了学校 红运都没散去 学校的操场上聚集了四五十人排成方队 个个意气风发 脸上挂着朝气 江月连忙进入队伍 两辆能坐五十人的校车停在一旁 这些人都是觉醒出预售师天赋的同学 有两位老师带队 统一前往预售师协会检测天赋等级 月月 你发烧了 闺蜜徐盈莹看到江月这个样子 关切地问了一声 江月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就是这天有些热 天热 徐盈莹诧异地看了看天色 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外套 难道我们过的不是同一个季节 队伍前面 老师看了眼手表 又数了下人数 大声道 时间差不多了 都上车吧 一众学生涌入了大巴 脸上或是兴奋 或是紧张 天赋可以说是决定了日后成就的上限 分为D级 C级 B级 A级 S级 SS级 以及最高的SSS级 纵观整个世界 天阶强者无一不是S级级以上的天赋 如果只有D级天赋的话 没有机遇 黄界也就到头了 今天可以说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天了 甚至超过了明年的大同考 大巴车内叽叽喳喳的 我最近身体强度提高了不少 我会不会是S级的天赋 美的你 我们阳城中学建校30多年 出现的最高天赋 也不过是去年的蒋元学长 他才S级 对啊 你能比蒋元学长牛逼 人家还没上大学 据说现在都凡解9级了 我要是觉醒个C级就满足了 千万别给我D级的啊 大巴车缓缓启动 带队教师站在车厢前部 清了清嗓子 苏静 你们觉醒出预寿师天赋 已经是天之骄子 就算是D级 只要敢与凶兽搏斗 成为黄街不是问题 调整好心态 等着去检测就行了 在这里猜测也没用 江月坐在位置上 看着窗外的风景飞速离他远去 紧握的小手可以看得出来 真依子并不像他表现得那么平淡 天赋的好坏 对他来说可是十分重要 毕竟 身负血仇 早晨9点 江明睡眼惺忪地醒来 一觉睡到天亮 这也太舒服了吧 宿主 是否领取奖励 系统优怨的电子音响起 江明打了个冷战 这系统咋了 为什么一大早起来怨气这么重 不过昨晚做的梦还是挺奇怪的 在梦中总有蚊子在耳边嗡嗡叫 拍死一只 又立马出现一只 不过奖励 江明查探脑海 发现任务变成金色的完成状态 爆辣酱与仙醋酱 多了两个战酱 就叫套餐 价钱还贵了200块 请宿主不要质疑系统的决策 爆辣酱与仙醋酱都是由凡街一级零财制成 现成的 无需宿主制作 江明了然 既然是零财 那贵100块也说得过去 系统 全部领取了吧 奖励发放中 酱料发放 十倍修炼卡发放 飘香炉鱼发放 系统话语声刚落 飘香炉鱼的做法灌输入江明的脑海中 江明连忙闭幕提会 几秒钟过后 江明睁眼 口水从嘴角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 他在脑海中将飘香炉鱼做了不下千遍 他心里清楚得很 炉鱼这样做的话 那味道会有多么的鲜美 绝对不输韭菜饺子 粗略地查看了一眼十倍修炼卡 顾名思义 能够使修炼速度提升十倍 持续十二小时 这可是个好东西 等有时间再用 江明将十倍修炼卡放进预售空间 三宝作为他的预售 但一直没进预售空间 于是乎 江明只能将空间作为一个储物袋一样的存在 脑海中那鲁鱼的味道一直在勾引他 江明连忙换好衣服 蹭蹭蹭地下了楼 昨天忙了一天 连饭都没吃 更何况做了上千遍的鲁鱼 每做一遍 他肚子里的蝉虫便发出一声抗议 可把他给饿坏了 来到厨房 爆辣酱与鲜醋酱有两个透明桶装着 有一个开关 用于取酱料 桶就在桌面上 桌面下是一个个小碗 盛起来十分方便 角落里又出现一个水缸 里面十几条一斤重的鲁鱼 正自由自在地游泳 明明都是死水 又不惯氧气 鲁鱼却活泼的就像在河里一样 江明对系统出品的黑科技已经习惯了 反接三级零售 钻地鲁鱼 实力以封印 宿主安心抓取 肉质鲜美 肥嫩 是做飘香鲁鱼极佳的材料 江明眼急手快 猛地掏下 就决定是你了 一条一斤重的鲁鱼被他滴溜起来 鱼尾巴还在不停地拍打 水珠见了江明一脸 江明用手摸了把脸 得 这下连脸都不用洗了 江鱼放在砧板上 江明嗨嗨怪笑 游泳不脱衣服怎么行 那不是耍流氓吗 我来给你刮个鱼鳞 手起刀落 刀光剑影 30秒过后 处理好的鲁鱼静静地躺在砧板上 葱姜之类的配料 系统早已准备好 就在调料盒子边上 开启天赋 神石 切下葱姜内灵气含量最浓郁的一节 切丝泡水备用 鲁鱼改花刀 加入一勺系统送的蒸鱼骨油 以及其他配料 腌制 天赋江明一直没有断 等全部灵财的灵气融合达到顶点的时候 江明动用灵力 将其锁住 之前泡的葱姜铺在盘子上 再将炉鱼放在葱姜上 开水上锅 将盘子放进去蒸 蒸了一会 江明将盘子里的水倒掉 加入了几勺系统制作的米酒 几分钟过后 出锅 再淋上一勺热油 那香味 挠一下就上来了 有系统的培训 江明每一步都是教科书级别的 时间把控的恰当好处 而鲈鱼的味道 与蒸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只有恰到火后 鱼肉刚熟 才会有那种细嫩爽滑的口感 将鱼的鲜美完全体现 如果蒸久了 则肉吃起来会比较老 即大地破坏了口感 江明小心地将鲈鱼端出来 闻着那味道 真的是太上头了 比韭菜饺子还要香 鱼的香味带着米酒的清香 又夹杂着葱姜的香味 各种味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鼻子嗅得都快要飞到盘里去了 不愧被系统成为飘香炉鱼 江明只感觉再不吃一口的话 他能馋死 包下一块鱼肉 沾一下汤汁 鱼肉在嘴中直接化开 美得无与伦比 江明差点把舌头都吞进肚子里 沉浸在美食的他 什么话都不想说 一口接着一口 吃个梅亭 这么美味的鱼肉 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是享受 江明风卷残云 一斤重的鲈鱼不宜会变成了个鱼骨架子 上面干净无比 一丝肉迷都看不到 宛如美玉 江明拍着肚子暗自称奇 灵兽果然不一样 连骨头都这么美 与此同时 他感觉身遭的灵气仿佛找到了出水口一般 缓缓地朝着他的身体进入 这鱼吃了 竟然能加快修炼速度 江明顺时运转灵气 开始修炼 一小时过后 睁开眼睛 等级突破 达到了繁街三级 吃了鲁鱼 能够提升差不多50%的修炼速度 效果能持续一小时 江明震撼 这就是灵扇吗 韭菜饺子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仅仅能提升男人的持久力 不过这鲁鱼效果真的很强 灵厨师当真恐怖 这才仅是繁街灵扇 如果是黄街 玄街 甚至天街的灵扇 又该有怎样惊人的效果 怪不得高阶灵厨师 能够成为各地方的座上宾 飘香如鱼 一条5555 成会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 江明豪气地在钱箱上扫码 有钱了 就是大气 不过这定价让江明有些无语 5555 是让食客们吃了都哭吗 系统 详细说说这飘香如鱼的效果 飘香如鱼 繁街四品灵扇 繁街玉寿师吃了能中等提升修炼速度 持续一小时 黄街玉寿师吃了能小幅提升修炼速度 持续一小时 黄街之上无效果 柱有轻微突破瓶颈的作用 修炼速度随着玉寿师等级而逐步衰减 与此同时 价目标上出现两个新菜品 韭菜饺子套餐 售价888 飘香如鱼 售价5555 时间也不早了 是时候准备材料 开始营业了 江明走进厨房 着手和面团和调肉馅 目前来说 主要的时刻还是普通人 飘香炉鱼虽然味道更好 并且对于预售时的帮助也大 但5555的价格 注定了很多普通人都吃不起 所以 韭菜饺子 才是目前阶段的第一捞筋对象 可不得多做点 奈狗大宝走进了厨房 汪 叫了一声吸引江明的注意力之后 翻身躺在地上 把肚皮露了出来 同时还物业几声 江明笑了笑 大宝明显是饿了 再向他讨食吃 也难怪 昨天实在是太忙 连妹妹都是晚上自己出去吃的饭 更别提三宝了 不过饺子材料还没有弄好 江明决定做一条飘香炉鱼 苦了谁 也不能苦自己的孩子 正好还能检测一下三宝的实力 灵扇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对人有效果 按照系统说的 三宝完全实力灭掉蒋家不是问题 但还是要亲眼看到才能相信 毕竟关乎自己的性命 江明倒吸碗池将手洗净 先在钱箱上扫码付钱 再去水缸里抓一条钻地鲈鱼 乒乒乓乓乓 三下五除二 一条香喷喷的飘香鱼鱼分成三份 分给了三宝 三宝大快朵鱼 江明则在一旁感应着周遭灵气的含量 发现无论是猫咪 乃狗 还是鹦鹉 灵气的吸纳都没有变化 看来三宝的实力绝对超过了黄街 下线知道了 可上线还是个谜 这坑爹系统也不说三宝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凶兽 哎 真的是筹坏了他这个当宿主的 江明揉了揉猫脑袋 二宝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会给江明占便宜了 享受了一会撸猫的快感之后 江明将卷帘门打开 明月饭店开始营业 现在还是得赚钱啊 江明知道妹妹的天赋绝对不一般 第一次吃韭菜饺子的时候便能突破到凡街二级 就连他这个SSS级的天赋拥有者都是晚上修炼了一会才突破 也怪他那时候比较虚 但按照他的预计 妹妹至少得是个SS级的天赋拥有者 到时候去买宠兽 一定得买个成长潜力高的 养成游戏吗 江明要江妹妹养成预售世界最强的预售师 门外的时刻早已等得鸡肠碌碌 坐在店门前台阶上的那几个 可是从早上六点多就开始等待 现在饿得连话都不想说了 见卷帘门出现了动静 马六站起 迅速排成队伍 以各个素质都不二棒 老板 您终于开门了 我等了五个小时啊 昨天晚上没吃账 今天特意和老板请的假 终于让我等着了 老板 我带我儿子来了 他刚刚觉醒预售天赋 带他吃顿好的 江明依旧是一副面贪脸 淡淡地点头 进来吧 规矩就不多说了 扭头朝厨房走去 时刻们脸上露出讨好的笑意 懂得 一次进八人吗 有人朝后面吆喝一声 老板开门了 都排好队 有需进餐 第一批时刻 八人走进明月饭店 熟练地来到钱乡扫码 都点了一份韭菜饺子 有时刻注意到了价目表 惊骇道 老板 你这炉鱼一条五千多 小哥哥 这韭菜水饺套餐里面有什么呀 江明的厨房可是隔音的 只能听到时刻点餐的声音 不过鹦鹉给出了解答 飘香炉鱼 凡街四品灵扇 十里飘香 口舌生金 不要9999 不要8888 只要5555 你值得拥有 韭菜水饺套餐 售价888 内含韭菜水饺一份 包辣酱一份 鲜醋酱一份 三合一 加量也加价 良心饭店 666 鹦鹉的声音不大 但所有的时刻都能听到 门外排队等候的众人开始议论 老板出新菜品了啊 鲁鱼太贵了 吃不起 不过韭菜饺子套餐 我想试试 谁说不是呢 五千多的鲁鱼 虽然是凡街四品灵扇 那也不是我们这些拼命 能够吃得起的啊 这韭菜饺子套餐 就是加了两份蘸酱 竟然贵了两百块 我的天 对啊 辣椒酱和醋 在别的吃都是免费供应 这是个黑店啊 黑个屁 你在别的地方 能吃到688的灵扇 傻玩意 你好像是隔壁饭店的老板吧 在这吸引仇恨 做得可真够下贱的 呵呵 就你这个脑子还能当老板 人家可是灵厨师大人 在这里黑 小心哪天性命不保 那黑子顿时脸红的 和猴子屁股一样 内心也是十分害怕 他只是见明月饭店生意好 有些嫉妒 所以来说了两嘴 他也没想到 明月饭店里的是灵厨师啊 要是事先知道的话 给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在这闲言碎语 捂着脸 不让别人再看到他的面容 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再看已经在饭店内的时刻 6人听到了鹦鹉的言语 可看着那5555的价格 还是打了退堂股 他们又不是预售师 为满足口服之欲 花费一个月的工资 还过不过日子了 不过有个中年男子 眼神挣扎地看着那飘香炉鱼 他有凡街八级实力 年轻参军的时候抵御凶兽 受了重伤 伤到了脉络修为不能存尽 重受也阵亡 无奈退伍 回到老家阳市 在某个公司里当保安偷头 一个月工资不菲 这鲁鱼偶尔吃一顿 还是能够拿得出钱 更何况是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儿子觉醒逼急 预售师天赋 比他这个当老子的还要强 咬牙道 老板 给我来一份鲁鱼 量碗饺子 周围时刻顿时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中年男子 这是个大佬 五千多一条的鱼都吃得起 江明端着两个托盘走出厨房 托盘上是八碗水饺 以及一盘鲈鱼 鱼鱼的芳香顿时掩盖住了水饺的香味 引得周围时刻疯狂嗅鼻子 我以为饺子已经是最香的了 没想到这鱼竟然这么香 我也好想点一条吃啊 想想就得了吧 五千多一条 吃得起吗 别说了 干净吃饺子吧 中年男子把鲁鱼推到了儿子面前 吃吧 当爹的不能给你特别好的生活 以后的日子需要你自己努力了 残君 我不反对 不过还是希望你好好想想 毕竟 哎 不说了 快吃吧 他儿子有些稚嫩的脸上满是坚毅 爹 我想清楚了 就残君 您给我取名为正洁 我想当人人敬仰的人洁 保家为国 守护一方 这才是真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十七八岁 正是中二病泛滥的年纪 中年男子笑了 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这小子 不愧是他的种 有他当年的风范 既然这样 他也没必要再劝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们的路 终究是要自己走 过多的干涉 反而不太好 只要日后不后悔就行 要不是这餐馆不卖酒 他可得好好喝两钟 看着儿子心味道 小杰 爸支持你 菜都要凉了 赶紧吃吧 正洁这才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鱼肉 放进嘴里 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啊 这味道真的是在凡间能够吃到的吗 五星级饭店里的鱼 跟这个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只夹了一筷子 便再也不能停下 中年男子看着儿子幸福的吃相 原本有些肉疼的心 顿时烟消云散 做父母的就是这样 只想竭尽所能地为二女好 吃慢点 别夜着 正洁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五秒钟 一条鱼吃没了半条 将盘子推到父亲面前 爸 你也吃 可他感觉周遭的灵气不停地朝他用来 满脸震撼 连忙闭幕 开始修炼 中年男子将嘴中的饺子咽下肚 刚想将盘子再推回去 却发现儿子竟然在闭幕修炼 而且那灵气涌入的速度 完全不像是凡街一级玉寿师的修炼速度 太快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儿子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修炼器材 他不敢打扰 静静地守候在儿子身边 连饺子都忘记吃 微微颤抖的身体 凸显了中年男子的不平静 时刻一批又一批地更替 早有人看着这一对父子不爽了 你俩怎么回事 赶紧吃完走人啊 就是 没看到后面有这么多人在等着吗 店里老本就八张椅子 你们父子俩坐这么久 有没有一点功德心 可是中年男子忽略他们的谩骂 管他们怎么骂 现在儿子最重要 他能感受到儿子体内的灵力正在迅速充盈 也许很快便能突破 老郑家终于出了一个天之骄子了 难道我的将军梦 会在儿子身上实现 中年男子想到这 不禁有些热泪盈眶 半小时过后 郑洁睁开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爸 我突破了 郑君乐得何不容嘴 哈哈哈哈 好好 我郑君的儿子 竟然是个天才 看着疯了一般的父亲 郑洁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他这个年纪 正是最好面子的时候 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吼大叫 他怎么受得了 再说了 是不是天才 他的内心清楚得很 能突破 完全是由于面前这条鲈鱼 吃了竟然能够提升修炼速度 而且体内还会产生一股微妙的感觉 正是由于这种感觉 他才能一举突破 修为达到繁节二级 爸 你别发疯了 这条鱼能够提升修炼速度 什么 郑君的眼睛都要瞪了出来 繁节四品的灵扇 能提升修炼速度 这不可能 参过君的他知道 对修炼有帮助的灵扇 最少都是黄街打底 区区繁节灵扇 怎么可能 郑姐苦笑 你吃吃不就知道了 郑君连忙加了一片鱼肉放在嘴中 好吃 即使凉了 肉质还是那么的嫩滑爽口 他没有忘记主要目的 闭目细细感受 只感觉久违的灵气顺着他的脉络滋养身体 郑君睁眼 他服了 完全服了 这老板到底是个什么神仙 繁节灵扇产生的作用 竟然能让他感受到灵气 他的脉络可是受了损伤 已经很久都没体会到灵气入体是什么感觉了 不过烟底露出一抹失望 哎 原来我儿子不是天才 吃 给老子赶紧吃 郑君加一筷子鱼肉 凭借着繁节八级的身体素质 直接插进了儿子嘴里 这么好的鱼肉 绝对不能浪费 汤汁喝干净 葱姜啥的全部吃完 骨头都给老子嚼成炸吞进去 郑杰臣服在老爸的淫威当中 只能乖乖照做 痛病快乐着 汤汁好鲜美 好好喝 葱也好吃 姜一点都不辣 竟然是甜的 这鱼骨头 嘎嘣脆啊 就是有点肺喉咙 有时刻朝政君发表一问 哎 老哥 这鱼真的能够提升修炼速度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全都不淡定了 五千多一条的鱼 吃了能够让人从繁街一级突破到繁街二级 这不就相当于花五千块钱买等级吗 那这钱一点都不贵了啊 又能吃到美食 又能提升实力 太值了 思想一转变 他们开始给家里觉醒的亲戚打电话 喂 大姐 闹闹 她不是觉醒了吗 快来明月饭店 这里有能够提升实力的灵财 喂 二舅 赶紧带小天来朝阳街的明月饭店 喂 三姨妈 快带 郑杰端起盘子 将盘底的最后一丝汤渣给舔干净 郑军见状 一把拉起儿子 朝外飞奔 七K问笑 刚刚将名出来时 将飘香鲁鱼的功效全部说了出来 同时定了一个新规矩 不许在饭店修炼 而郑军得知只有一个小时的加速修炼时间 哪里还待得住 怕大街上嘈杂 影响郑杰修炼 他在旁边的小旅店内开了一个终点房 那宾馆老板看着他们爷俩的眼神都是怪怪的 郑军却毫不在意 天大地大 儿子的修炼最大 他们二人走后 饭店的生意重新步入正轨 并且得益于他们的宣传 飘香鲁鱼的销售量提高不少 不一会 卖出去七八条 少女英灵般的声音在餐馆外响起 哥 我回来了 姜月雀跃地跳进明月饭店 眉心处的莲花印记显眼了几分 将姜月原本就交好的面容衬托得更加美丽 仿佛超然于世外的仙子一般 身后还跟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正是席会长 姜月摸了摸小宝的鸟观又揉了揉大宝的狗脑袋 奔到前乡前在二宝的脸上狠狠地香了一下 抱着猫咪不停地撸了起来 去玉寿师协会检测了天赋等级 小妮子的心情显然不错 姜明见妹妹回来了 时间也一点多了 看见席会长姜明一愣 随机和善笑笑 来到店门口 中午就营业到这里 晚上五点继续开业 想吃得赶早 不顾外面等候多时的众人怨声载道 在最后一位时刻用餐完毕 出门的时候 江明将卷帘门拉了下来 此刻店内只剩江明江月 以及习万里三人 月月觉醒了什么等级的天赋 嘿嘿你猜 江明翻了个白眼 无聊 对着习万里微微恭深 以表敬意 习会长 你怎么会和我妹妹一起 习万里脸上的皱纹挤在了一起 笑道 江老板 真是无桥不成书啊 没想到江月是你的妹妹 不过你这妹妹可了不得 是我们扬成第一个觉醒SSS天赋的人 江明有些讶异 妹妹的天赋 她大致能够猜出来一点 不过这SSS集 确实有些没有想到 现在还有外人在场 不太好谈及天赋这么隐私的事情 预售师协会仅能检查天赋等级 同时让预售师明白自己天赋的作用 而天赋的作用对于预售师来说可是秘密 不可能轻易告知别人 江月小脸鼓起来 气呼呼的 臭哥哥 一点都不配合 没意思 撸猫的手力气加大几分 二宝发出享受的喵喵叫 哥 我现在可是经过预售师协会认证的反接三级预售师 而且还是SSS集天赋拥有者 你这样忽略我 很容易失去我这根大腿的哦 江明挥了挥手 好像在赶蚊子一样 大人说话 小孩子不要插嘴 上楼看电视去 习会长在这就是一个疑点 江明没有弄清楚之前 怎么可能直接和妹妹谈论她天赋的作用 江月一跺脚 小嘴撅得高高的 仿佛能挂住一把小油壶 娇哼一声 抱着二宝 气呼呼的上楼去了 习万里笑了笑 他怎么看不出江明对她有些忌惮 这两兄妹 都是人精 之前在回来路上的时候 江月对于自身有关的话题全都转移 根本没有暴露丝毫 习万里还是通过关系 这才知道了这两兄妹的过往 所以江明这么谨慎 他也能理解 笑呵呵道 江老板好像对我这个老头子有些防备啊 江明拉了把椅子 示意习万里坐下 我只是有些好奇 为什么习会长会和我妹妹在一块 习万里神色凝重 你知道SSSG天赋意味着什么吗 只要不夭折 日后的成就起码是低阶强者 可习万里接下来的话 让江明面色大变 欲受失协会 可是有蒋家的人 蒋家 福万里这么一提醒 江明内心满是后怕 冷汗也随之冒出 打湿了衣裳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 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加之这个世界大多秩序都还在 还以为是前世那个国泰民安的社会 可是 当超凡力量出现的时候 阴暗面也会随之增大 如果蒋家知道了妹妹觉醒了 SSSG天赋 肯定不会放过 一头狼吃了一只兔子 会害怕这只兔子的儿女报复吗 只不过是家餐罢了 可若是吃了一只受伤的门户 自然需要斩草除根 不可能给优虎成长的机会 福万里看见江明终于变了脸色 轻笑一声 小伙子 你信不信 我若是不在场的话 江苑那丫头 根本回不来 江明回厨房取了一碗灵泉水 放在福万里面前 福会长 多谢了 不知您想要什么 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 福万里又是送他名片 又是亲自送江若回来 可福万里是谁 那可是杨士想当当的大英雄 要是没有要求的话 江明一万个不相信 福万里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 拿起水杯抿了一口 你啊 可真是直接 老头子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看好你 现在所做的一切 你可以看成投资 江约SSS其天赋 日后成就必然不低 而你年仅二十 能做出完美灵善 虽然仅是凡街二品 也是相当了得 江明对这话内心信了大半 他也要拿出自己的筹码 来将二人的地位拉至平等 福会长想要的 应该是我日后为您做出 玄街十品灵善 玄规海扇羹 以及地街一品灵善 石兽顿吧 江明的话语宛若一道惊雷 在福万里的心头乍响 什么 啪哒 福万里没我吻盛着水的碗 陶瓷碗摔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碎片随着水花四处飞溅 老人震惊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经过调查 福万里知道江明最多 成为灵厨师两年 就算是天纵之词 两年时间 顶了天成为黄街玉寿师 可为什么能知道 我需要的两种灵善 难道是他背后的人说的 福万里可不相信 一个自主觉醒的野生玉寿师 能够成为灵厨师 并能做出完美灵善 肯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老师 江明见话语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接着道 福会长可是杨诚的英雄 为什么官方不给你恢复实力 此时 江明已经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 福万里嘴角露出一丝苦涩 有人压着 谁 江明逼问 蒋家 江明瞳孔放大 蒋家 又是蒋家 为什么 福万里叹了口气 脸上有些挣扎 似乎不愿意去回忆 可最终还是悠悠道 蒋家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当初想要靠一些 见不得光的手段获取利益 被我阻止 这梁子自然就结下了 当年 一座玄间秘境突然在杨诗内爆发 打了所有人一个错不及防 这座秘境 刚好就在我家边上 身为御寿师协会会长 我自然则无旁贷 立马投入战场 抵御凶兽入侵 万万没想到 就因为我让他们少了一点利益 蒋家竟然落井下石 威逼杨诗所有帮派 不能派人手支援 福万里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不断地喘着粗气 发着抖 抵御凶兽的御寿师 只有我 我老伴 以及我的儿子 七K问笑 玄间秘境 三人抵抗 结局可想而知 老伴 儿子都走了 儿媳也被吓疯了 就连我那五岁的小孙孙 也在不久之后出了意外 只有我这个废物 顶着英雄的名号 蒋家不敢轻举妄动 这才苟延残喘到了现在 以我的军功 自然足够恢复修为 但是蒋家不许 福万里怕江明听不懂 补了一句 帝都蒋家不许 江明沉默 没想到这个人人敬仰的老英雄 竟然有这么悲凉的过往 这个社会 太过黑暗 一切的光鲜亮丽 不过是表面而已 江老板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福万里坐在位置上长探 眼神空洞 江明在内心盘算 他有系统 在饭店内就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不怕蒋家前来报复 可妹妹不行 江明不想把江月 如同一只龙里的金丝雀一般所在家中 福会长 最长三个月 我能做出那两道灵扇 供你恢复 主材料你自己准备 不过 在这三个月当中 你需要派人保护我妹妹的安危 福万里点头 赞叹道 江老板 你背后的势力可真不小啊 递接灵扇说给就给 这主材料我只能凑齐一份 若是答应的话 我明日就对外宣称 收江月为徒 三月内亲自保护 江明笑了笑 福会长好像是误会了些什么 他背后可没有势力 他有的只是挂而已 江明将手伸出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福会长苦笑 这些年被蒋夹压着 连杨成都难出去 杨成的英雄 出了杨成那可就算不得什么了 原本都已经任命的他 却突然看到了这个明月饭店 给他原本暗淡的生活 带来了一丝曙光 即使这丝曙光是那么的微弱 可他也要牢牢地抓住 江老板 我还没吃饭呢 您那饺子是真的馋人啊 要不给我上一份 江明盯着福会长 扮上才道 好 今天出了新菜品 要不要尝尝 福万里看了眼价目表 眼睛中似乎在追忆什么东西 鲁鱼 这可好久都没吃过了 那就麻烦江老板了 江明又指了指前香 一份韭菜水饺 一份飘香鲁鱼 六千二百四十三 成会 福万里傻眼了 刚刚约定好合作 现在来你店里吃饭还要收钱 而且还没有一点优惠 你肯定是逗我的吧 看着江明认真的眼神 福万里叹了口气 扫码付款 收到钱的江明去厨房里忙碌起来 让福万里保护江月 虽然不是那么的保险 但确实是目前最安稳的做法了 江月那跳脱的性子 让她一直待在家里 怎么可能待得住 钱友德最近倒是 美餐雷打不动来店里吃饭 可江明和她顶多算是个点头之交 还达不到拜托人家照顾妹妹的地步 至于李响 要她保护江月 肯定会同意 但实力太弱了啊 仅有黄街四级 蒋家如果要真的动手 李响除了死在妹妹前面 好像也没别的作用了 江明一边做菜 一边思索妹妹的去处 菜做好了 妹妹也最好先跟着福万里 福万里见江明蹲着餐盘出来 闻着鲈鱼的香味 脸上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不愧叫飘香鲈鱼 果然很香 福万里看都没看饺子一眼 对着鲈鱼便开始大快朵鱼 一口接着一口 吃个没停 吃着吃着 一滴灼泪从福万里的眼角滚落 福会长 你怎么了 不至于好吃到哭吧 福万里擦了擦眼角 无语的看着江明 哭 你这灵扇虽然美味 但也没达到好吃到哭这个地步啊 小伙子 做人不能太自恋 将一盘鲈鱼吃得干干净净之后 福万里放下筷子 话语间有些伤感 只是想到一些伤心事而已 我老伴也经常做鱼鱼给我吃 你这手艺 有他一半吧 江明撇撇嘴 一半 你就可尽吹吧 你老伴有没有我做的一半好吃都不知道 不过江明对于福万里的怀疑消散大半 那种触景生情的伤心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装出来的 福万里将韭菜饺子也吃完 站了起来 整理整理意上 江小友 老夫实力的事情 还望多费心 我保证江月三个月内无碍 福会长放心 三个月内 两道灵扇必定为您做出来 江明笑道 态度不卑不亢 江福万里送出门 江明又进了厨房 开始忙碌 楼上还有一个扎了毛的小猫咪还没哄呢 不过猫咪嘛 都是一个样子 靠美食诱惑就行了 走在街上的福万里突然摇头失笑 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在一个小辈面前 被牵着鼻子走 还没有一点办法 江明 有点意思 不过我已经等太久了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老婆子 你在奈何桥上慢点走 等等我 明月饭店内 江明看着餐桌上 两条肥嫩饱满的鲈鱼 以及一个大碗里30个白胖胖的饺子 满意的点点头 系统 习万里说的话可信吗 丁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文了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经系统检测 福万里说话可信度100% 江明这才将内心最后一丝顾虑给打消 低估了这个社会险恶程度的他 现在只想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完美 滴水不漏 江明也想尽快提升实力 将福会长的修为恢复 一是报答福会长今天的恩情 如果没有他 江月可能真的回不来 二是福会长是目前江明能抱上的最粗一条大腿 钱有得的腿都没福万里的粗 只要福万里实力恢复 那可是低阶强者 他的宠兽仓虎重伤垂死状态都能有玄阶九级的实力 完整状态下的仓虎又会有什么样的实力 绝对达到了低阶 系统我什么时候能够做出玄规海扇羹和石兽盾 请宿主不要做白人梦了 做人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来 任务发布 三天内发展50个回头课 任务完成奖励 蛋炒饭 失败惩罚 关店进修一月 当前回头课 五十分之十二 江明无奈接受现实 看来想像虚竹一样 习得无牙子70年功利这件事情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白嫖一个任务 奖励还是蛋炒饭 显然也是很不错的 有了韭菜饺子和飘香炉鱼注意在前 江明可不会轻视这简单的蛋炒饭 系统出品 必为精品 就是不知道这个人人都会炒的蛋炒饭 在系统的手里又会有多么的惊艳 江明不再和系统闲聊 饭菜再不吃的话 就要凉了 月月 下来吃饭 江明楼梯口大声喊道 很快传来江月小猫咪般的咆哮声 绝食 不吃 这声音 奶凶奶凶的 江明无奈笑笑 还是个小丫头 并不能理解她这个当哥哥的良苦用心 哥哥知道错了 特意做了你喜欢吃的鱼来补偿你 错哪了 嘿哟 这丫头 还蹬鼻子上脸了 江明揉了揉鼻头 自家妹妹 还是哄着吧 不该不配合你 不该凶你 不该无视你 我真的知道错了 赶紧下来吃饭吧 别饿坏了 楼上传来脚步声 江明松了口气 女人真的是太难哄了 上辈子就是嫌麻烦 所以三十好几了都没有结婚 这辈子摊上个妹妹 没有办法 只能好好哄着 一家五口围在饭桌前 江月抱着二宝 柳梅还是竖起的状态 不过眼镜却死死盯着那飘香如鱼 江明能清楚地看到小妮子咽口水的动作 一家之主还是江明 在她不开口说话前 江月不会动筷子 月月 对不起 江月 B 她怎么可能真的和哥哥斗气 听着江明诚恳地道歉 反而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小手在空中胡乱会舞 啊乐 没事了 我原谅你了 江明看着妹妹的囧态 不禁失笑 伸手揉了揉江月的小脑袋 中午都没吃饭 肯定饿坏了吧 快吃吧 她不准备将今天的危机告诉江月 自家妹妹 就让她一直无忧无虑下去好了 苦难就让她来挡吧 谁叫自己是哥哥呢 江月打掉江明的手 交哼道 我都不是小孩子了 早已迫不及待的她 夹起一大块鱼肉塞进嘴里 塞帮子鼓得高高的 眼睛眯了起来 娇憨模样 惹人喜爱 哥 你这新菜品也太好吃了 江月筷子加个没停 说话都含糊不清的 江明宠妮笑笑 分了一些食物放在三宝的小餐盘里 这才自己吃了起来 饭后 小妮子感受到了灵扇的效果 抓紧时间 回房间修炼去了 江明则在厨房收拾狼藉 从吃饭时候的交谈得知 江月觉醒的SSS级火系天赋 是新出现的天赋 预售师协会将其命名为圣言红莲 其作用能大幅度提升火属性宠兽的威力 以及修炼速度 由于江月还没有宠兽 还不知道能够提升多少 不过是SSS级天赋 提升的威力肯定不会差 江月还说了 脑海中有一朵莲花 目前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江明将厨房清理干净 坐在椅子上休息 回里是黑得发亮的大宝 二宝不给摸啊 在咱几天的前 带妹妹去玉兽市协会挑一个宠兽吧 阳市南北城区的交界处 被一条大河给隔开 和名为晋江 足有数百米宽 其上面建造的一座座桥梁 将南北城区给接通 晋江河旁边的地段 依山傍水 在阳市说时寸土寸金也不为过 而蒋家则占了晋江河岸最好的地段 大片古色生香的建筑群 红墙高瓦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处宫殿 不过这样说似乎也没什么错 蒋家在阳市 就是皇帝一般的存在 在这建筑群的中央 是一栋三层楼阁 一层会议厅内 十来个人入座 一身穿青袍 气势非凡的男子坐在主座上 蒋家家主 蒋白旭 蒋白旭神色凝重道 江月觉醒了 SSS其天赋 此女与我讲家有大仇恨 不能留 左手边下面第一个座椅上的男子开口 那校车都已安放了炸弹 要不是习万里那老家伙横插一手 江月早死了 一鸣老者冷哼 习万里这条老狗 好像还没有放弃复仇 呵 习万里不过是个连阳城都不敢出的废物而已 不足为据 有人轻蔑道 话不能这么说 习万里当初还是挺硬气的 此言一出 会议厅里顿时一片笑声 仿佛想起了习万里当初家破人亡的样子 蒋白旭将手往下压了压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习万里不足为据 现在怕的就是江月 此言一出 底下又开始乱糟糟的 家主 江月虽然是SSS其天赋 可是 成长起来的才算天才 对啊 随便派一个人 把他杀了了事 这有什么好怕的 可惜咯 SSS其天赋拥有者 竟然死得这么早 刚刚觉醒 派一个凡街八九级的 随手碾死不就得了 家主这么紧张干嘛 高坐在上的蒋白旭脸色发青 怒吼 够了 都给我滚 一股酒居上位的气势散发而出 地下众人纷纷变色 冷汗直冒 他们心里都不清楚 为什么蒋白旭要发火 战战兢兢的出了一室听 蒋白旭眉头紧皱 一群蠢货 还以为是碾死一个凡人那么简单 SSS其天赋拥有者 即使还没有成长起来 那也不是能够随意抹杀的 现在军方和各大高校肯定都已出动 明天可能就会去找江月 如果不趁早下手的话 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蒋白旭想到蒋公成就一肚子的火 都怪这个废物 要不是看在是亲弟弟的份上 他都想要把蒋公成交出去 SSS其天赋拥有者 刚觉醒 便死在了安全的城市里 这可能吗 如果手脚做得不干净的话 被查出来 杨师蒋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军方对于一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能是有底线的 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国家机器的力量 谁能扛得住 现在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帝都蒋家来的地阶强者 现在并不在杨师 家族可都是重力的 他们这些外放的 根本就不被主家看得起 SSS其天赋拥有者 与小小的杨师分家 蒋白旭敢赌定 那低阶强者肯定会选江月 灭了杨师分家 来给江月卖个好 到那时候 江月说不定还会对主家感恩戴德 再经过家族嬉闹 几十年后 主家能得到一个至少低阶的打手 甚至是天阶的守护者 可杨师蒋家呢 几十年后 能出一个低阶就算不错了 这笔账 主家肯定会算得清清楚楚 在杨师宛若土皇帝一般的蒋家 由于一个小女孩觉醒了SSS级天赋 变得如履薄冰起来 一个没走稳 便会万劫不复 蒋白旭起身 来到三楼 手伸进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里 咔哒 暗格里掉出一个手机 通讯录里只有一个号码 拨通 电话那头传来平淡声音 平淡到没有一丝感情 老板 蒋白旭问了一声 今晚 你去朝阳街明月饭店暗杀江月 事成之后 你和蒋家没有丝毫关系 远离阳市 永远不要回来 切记 和蒋家没有丝毫关系 嘟嘟嘟 一阵盲音过后 蒋白旭召唤出重兽 玄界八级 血毒珠 血毒珠吐出蛛丝 将手机包裹 不一会 蛛丝化为灵力消散不见 手机也被腐蚀殆尽 江月 为你好费我一张重要的底牌 也配得上你SSS级天赋了 蒋白旭输了口气 眼神阴益地盯着窗外 南城区贫民窟内 一国自敛中年男子 将手机丢进预售空间 走出了门外 大猪 这个点了去哪 中年男子憨后笑笑 翠花啊 哪也不去 就溜达溜达 看他出行的方向 是朝着北街而去 任谁也想不到 这个憨后男子是影楼轻机杀手 代号鬼蝎 官方通缉赏金 五百瓦 实力 玄界五级 同时也是杨成蒋家培养的死士 一些剑不得光 又棘手的事情 都是由他去办 比如说 杀死习万里的孙子 明月饭店内 等如于加速修炼效果结束 江明也随之停止修炼 实力还是凡街三级 不过体内灵力愈发充盈 再修炼个几天 差不多就能够突破 耶 我突破到凡街四级了 江明听着江月雀跃的欢呼声 内心出现一抹苦涩 同为SSS级天赋 他还有系统 竟然敢没有妹妹修炼得快 太丢脸了 是时候规划开店时间了 不然都没有时间修炼 到时候怎么保护妹妹 怎么维护当哥哥的威严 7K问笑 就按8小时工作治好了 早晨 6点30分到8点30分 中午 11点整到1点30分 晚上 17点整到20点30分 一天睡6个小时 工作8小时 其他包括食材准备时间算一小时 还有9个小时能修炼 并且兜里还一张十倍修炼卡呢 修为一定要一直比妹妹高 卷 王思里卷 要扬大厦顶楼 钱友德爽朗的笑容回荡在整间会议室 哈哈哈哈 万总 这个项目可真是绝了 让我赚了三个亿 万总名为万天路 是杨氏另一大集团 腾飞集团董事长 身家过亿 不过和钱友德相比 还是低了几个档次 还是钱总厉害 人脉 眼力 破例 都是一等一的绝 我在会海格备了一桌酒席 还望钱总赏脸 钱友德神秘一笑 老万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绝对比会海格的好吃一万倍 万天路则是一脸压抑 他来之前可是打听清楚了 钱友德在外面最喜欢去的餐厅就是会海格 怎么这次不去了 他还花了大价钱 买了一只黄杰八级的悬兵大闸蟹 交给会海格的零厨师料理 就是为了今天这个项目能够圆满结束 人老成精的他也不会直接问出来 配合地发表自己的疑问 哦 杨氏还有比会海格更好的地方 钱友德砸了砸嘴 回忆起明月饭店里那饺子和鲈鱼的味道 今天一直在忙这个项目的问题 中午都没去明月饭店吃饭 老万啊 我带你去的这地 会海格根本比不了 保证你去了一次 以后吃饭再也不去别的饭店 万天路笑道 那晚上就听钱总安排了 钱友德大手一挥 放心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饭店晚上五点开门 我们先喝喝茶 云水帮总部 理想在向一身材火辣的女子会报工作 大姐 朝阳街有个零厨师开的饭店 背后有席万里和钱友德 说是保护费的事情要您去找他谈 沐水云挑了挑眉毛 零厨师来街边开苍蝇馆子 小翔子你不会特意找我开涮的吧 理想陪笑道 我哪敢啊 不信的话晚上我带您去瞅瞅 沐水云轻笑一声 那就去看看好了 刚好实力突破到了玄街四级 原本想去会海阁庆祝庆祝 现在就去那里吧 对身边人吩咐道 把帮您好手都叫来 一起去吃饭 理想健壮 内心咯噔一下 帮您好手指的是黄街以上的实力 有十来个人 明月饭店一次性只接待八位客人 他们这些人得分两次进餐 大姐又好面子 到时候可能会有些麻烦 理想只能期望江明那小子脑子转得活一点 不要那么死板 守着规矩不撒口 沐水云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一袭露被连衣裙将他的身材完美地勾勒出来 理想看的眼睛都直了 疯狂地咽口水 原本想提醒大姐一些明月饭店的规矩望在了脑后 画面太美了 理想将红透了的脸扭到一边 自家老大 是个妖精 小翔子 如果那饭店如果真的有老英雄和前胖子的背景 保护费可以不收 时间一晃 来到下午4点 明月饭店内 将晚上卖的饺子包好之后 江明满脸愁容地坐在椅子上 系统规定的回头客 指的是三天内吃两餐的客人 可他这个饭店定价太贵了啊 最便宜的韭菜饺子 都要688一份 平民百姓一个月都难得来吃一次 就算是凡接预售师的积蓄都不一定能支撑三天吃两次 所以自昨天开业以来接待了数百位食客 却仅有12个回头客 而且他又不认识什么有钱的朋友 让钱有的帮忙打广告 他俩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好不好 这系统要求三天内达到50个回头客 任务难度太大了啊 系统能不能少点 要不然30个 系统 V V 滚犊子 你当这是菜市场买菜呢 还能看价 50个 少一个都不行 要不然就关店 江明兴兴闭嘴 系统太暴躁了 惹不起 惹不起 关店是不可能关店的 不过要完成任务 所以他决定提前开店 如果实在完成不了任务的话 也只能厚着脸皮 让席万里帮忙打广告了 哗啦啦 门外等候的时刻听着卷连门侧耳的声音 只觉得无比美妙 雷木 我就知道 等待是值得的 老板提前开店了 这才4点16分 老板就开店了 我还以为老板是个很轴的人 老板 我来一份韭菜饺子 我感觉你这饺子里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啊 更上瘾了一样 老是想吃 江明在厨房忙碌起来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生意倒是红货 江明一下都没停 小钱钱刷刷的进账 可都是新时刻 连一个回头客都没有 并且 现在外面排队的人已经比之前少很多了 毕竟价格太贵 平民只能偶尔尝尝鲜 钱友德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朝阳街 万天路有些忽疑 朝阳街不就是一条小街吗 7K问笑 在这里有饭店做的饭菜能比会海格还好吃 诺 就是那 钱友德指了指前面 万天路看着那明月饭店四个大字 这不就是家苍蝇馆子吗 钱老总最近口味变了 一个苍蝇馆子 能做出什么好吃的饭菜来 万天路刚想直接进店 却被钱友德一把拉住 老万啊 想吃得排队 这是规矩 万天路彻底傻眼了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钱老总啊 虽然前面人不是很多 但他们是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来个苍蝇馆子还要排队 万天路看钱友德真的去排队了 并不像是在说笑 他也只能乖乖排队 内心对于这个明月饭店无比的好奇 到底是怎样的美味 能让杨氏首富钱友德心甘情愿地排队 万天路一进饭店 鼻子便止不住地开始嗅起来 口中也疯狂分泌唾液 香 实在是太香了 他老妈做的韭菜饺子都没有这么香 难道这就是高手在民间 还是钱老总会吃啊 这么隐蔽的饭店都能找到 万天路现在已经完全收起了之前的轻视之心 他有钱了 就喜欢吃美食 是一个十足的老贴 能做出这种香味灵善的灵厨师 别说开苍蝇馆子了 就算是在街边开个流动摊点 他也愿意吃 万天路在看墙上的价目表 仅仅有三份菜品 不对 应该算做两份 韭菜饺子和韭菜饺子套餐 这可不就是一份菜品吗 不过这价钱 对于灵善来说 倒是便宜得有些过分了 钱友德走到前厢前 江老板 来七份韭菜饺子套餐 七份飘香炉鱼 扫码付款 43701 他还是带着李月盈和黄学艺 万天路则是带了三个小弟 江明看到钱友德还带了人来 眼前一亮 有钱人的朋友 肯定也是有钱人 忙碌了这么久 终于要来四个回头客了 江明对于自己的手艺可是十分自信 他们吃了一顿 只要有余钱 肯定会吃第二次 稍等 江明客气地回复一句 在厨房开始忙碌起来 李月盈和黄学艺坐在椅子上 脸上止不住地兴奋 这两天每餐都跟着老板来明月饭店吃饭 那饺子 那鲈鱼 根本吃不腻 每一次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让人恨不得把舌头都吞进去 万天鹿手下的三个小弟在一起小声交谈起来 就这个苍蝇馆子 做的食物真的能比会海格好吃吗 闻起来倒是挺香的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还以为这次能沾点光去会海格吃灵扇 结果来了这个苍蝇馆子 哎 桌上连杯水都没有 哪有这么招待客人的 李月盈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三个没见识的家伙 到时候打脸可打得啪啪响 万天鹿则是在前乡前看着江明在厨房的操作 他虽然不是灵厨师 但是吃多了灵扇 还是能看出一些名堂来 看着江明从水缸里拿出一条条钻地鲈鱼 万天鹿满意的点点头 鲈鱼个头饱满 有活力 并且是现杀 肉质的鲜美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 不过江明接下来的操作 万天鹿就看不懂了 给鲈鱼改花刀 七条 条条不一样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 万天鹿内心思索 他当然不知道 将敏改花刀的时候开启了天赋 能够完美地将钻地鲈鱼的灵器给锁住 同时还能更加地入味 再看出了他们店内唯一的时刻 那个男人一直没有抬头 专心对付面前的水饺 并且 水饺都被吃光了 就剩饺子汤 而他还在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咬着吃 让人看了十分别扭 这饺子真的这么好吃 连饺子汤都舍不得一口喝掉 这下 万天鹿内心的期待更加浓郁了 坐在椅子上 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尝尝这美味 这是你们几位的餐食 江明江菜品一一分发 万天鹿带来的三个小弟看着韭菜水饺 又在一起嘀咕了起来 这饺子连油都没有 能好吃吗 饺子别提油了 就连葱花都没有 七 鲈鱼倒是挺好看的 香也挺香的 不过怎么可能有会海格的好吃 而钱友德 李月盈和黄学一三人则是直接开吃 不管别人的吐槽 万天鹿面色难堪 这三个废物 真给他丢脸 他们只知道会海格是阳食最好的饭店 并且也是最贵的 跟着他吃过几次之后 就觉得什么食物都比不上会海格做的 都给老子闭嘴 三个小弟顿时不敢多言 可当他们拿起筷子吃得第一口的时候 委屈的脸骤然变色 三个人开始大眼邓小言起来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再看看他 最终将眼神盯着鲁鱼与饺子 这这这怎么能这么好吃 会海格的灵扇和饺子比起来 就是个屁啊 当然这也仅仅是只味道 不过这饺子好吃又便宜 就连他们也能天天吃 李月盈看着三人前后如此大的反差 乐得郊躯不停地颤抖 那汹涌好似要跳出来一般 万天鹿则是拿起筷子和勺子 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没有一丝灰尘之后 用勺子舀一勺汤 放入嘴中 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 这绝对可以说是他目前为止 喝到过的最好喝的汤了 就连之前吃的玄阶三品 灵扇佛跳墙的汤都没他好喝 在吃水饺 当饺子里的肉汁蔓延在嘴中的时候 满足感瞬间将它包围 用筷子剥了一块鱼肉 沾了点汤汁 放入嘴中 嗯 万天鹿已经无法点平了 此刻的他完全沉浸在美味的海洋当中 全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根本无法自拔 一勺一勺再一勺 一口一口还一口 停不下来 原本还想和钱友德在餐桌上谈后续合作的他 现在表示 谈个屁 别烦老子吃饭 云水帮十二位达到黄街实力的御寿师 停在了明月饭店门口 沐水云看着排扁 皱了皱眉头 小翔子 明月饭店不是你以前经常吃的地方吗 理想连忙陪笑 大姐 就是这 江苏的儿子觉醒天父 还成为了灵厨师 沐水云柳眉青条 他还以为朝阳街来了什么大人物呢 原来就是个平民百姓家的儿子 不过能攀上福会长和钱胖子这两条线 呵 有点意思 买布 就欲走进明月饭店 店小 只能招待八位顾客 想吃等里面人走了再近 鹦鹉扯着嗓子 乃狗大饱也忘了一声 沐水云只觉得这家餐厅愈发有意思起来 可手底下小弟们不干了 他们水云帮可是朝阳街的主子 什么时候还要遵守一个破苍蝇管子的规定了 杂毛鸟 怎么和我们大姐说话的 这什么破店啊 连个招待的人都没有 就一只杂毛鸟守门 小宝鹦武器的鸟官都竖了起来 你他们说谁是杂毛鸟呢 你全家都是杂毛鸟 一群没见识的东西 一个云水帮堂主气得浑身发抖 越过木水云 伸手就想去抓金四龙 好好教训这只出言不逊的杂毛鸟 可奇怪的是 门虽然是开着的 那手就是伸不进去 仿佛有一扇透明的墙堵住了一样 木水云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嘴巴也张成了欧形 身为一方势力的主人 他还是有点见识的 认出了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 这怎么可能 在杨氏 竟然能看到结界 而这结界 竟然布置在一家苍蝇馆子里 结界可是只有达到地阶的预售师 才能使出的手段 衡量一个家族 能不能达到二流的水准 就是奇境内有没有被结界覆盖 明月饭店内含结界 他则能不吃惊 江明没有管外面的吵闹声 只要不在饭店内闹事 外面怎么吵都和他没关系 他正站在厨房门口拿着手机摸鱼呢 不过钱友德面色有些不细 他来这里是享受美食的 并且也十分喜欢饭店内的环境 所有的时刻都安静无比 只有咀嚼的声音 安静在配上这美味无比的餐食 能让他完全地放松下来 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忘记烦恼 全身心地沉浸在食物的美味当中 可是现在外面的喧嚣声 极大地破坏了这种意境 小李 你去外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李月盈听到老板的吩咐 撅着小嘴 不情不愿地放下筷子 可恶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来明月饭店闹事 还打扰了老娘的快乐时光 看到门外的沐水云 李月盈微微愣神 作为钱友德的秘书 沐水云他还是认得的 不过怎么会是他 并且还带了水云帮全部的好手 难道是来明月饭店砸场子的 李月盈内心思索不定 整理整理面部表情 娇笑一声 哟 这不是沐帮主吗 你也来吃饭 沐水云看到从饭店出来的竟然是李月盈 瞳孔放大了些 看来小翔子说的果然没错 明月饭店果然和钱友德有关系 不过小翔子看到的还是片面了啊 明月饭店后面最大的实力 最少是一位地阶强者 李茂笑笑 听说朝阳街来了个灵厨师 所以就带手底下兄弟尝尝先 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李秘书 李月盈了然 那还真的是缘分啊 钱总也在里面 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吃饭 还是要守规矩 说完 瞪了一眼那个吵闹的堂主 那堂主眼神闪躲起来 微微诺诺地退到了沐水云身后 水云帮可不像其他帮派 还是讲规矩的 李秘书放心吧 李月盈见慕水云如此识相 也没有再过多言语 转身朝着座位走去 而水云帮一行人 则是乖乖地候在饭店外 钱 友 德 李月盈的咆哮声回荡在明月饭店内 他之前还剩了大半碗的饺子 以及半条鱼 就一分钟不到的功夫 属于他的餐食被吃了个干干净净 钱友德有吃黄学艺餐食的前科 谁干的 李月盈心里一清二楚 女孩子最喜爱吃的东西 被一个遭男人给吃了 即使这个男人是他的老板 李月盈还是处理了愤怒 钱友德看着自家小蜜 好像真的生气 并脚出现一丝汗水 裴笑道 小李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 是老黄干的 黄学艺只觉得锅从天上来 说不出的委屈 昨天偷吃了我的饺子也就算了 今天还要栽赃陷害我 这锅我可不能帮你背 老钱你隔着睁着眼睛说瞎话 万总你来评评李 小李的餐食到底是谁吃的 李月盈凤眼死死盯着钱友德 那洁白的牙齿在干笑 不过那整齐的牙齿好像会咬人 钱友德手忙脚乱的依旧在辩解 万天鹿站了出来 准备当个和世老 小李 一份灵扇而已 再买一份不就得了 何必和钱总动这么大火气 李月盈手指着墙上架木表下的两行红色的大字 话语中全是火药胃耳 再买一份 这顿没吃到 只能等到明天吃了 他中午就没吃 女孩子的胃 可是金贵着呢 如果这事情不好好解决的话 李月盈可能今晚会气得睡不着觉 钱友德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昨天赤黄学艺的 老黄也就和他逗逗嘴而已 7K问笑 这小李怎么真的急了眼了呢 可是现在饭店内就他们7个人 每个人面前的餐盘都是空空如也 万天鹿带来的三个人 连鹿与骨头都嚼碎了 厌尽度 求助式的江眼神看向了江明 结果江明慢悠悠地江眼神转到了一边 最终还吹起了口哨 我就是个吃瓜看戏的 想让我破坏规矩帮你解围 没闷 钱友德悠怨地看了一眼江明 随即又对着自家小米陪笑 小李啊 这个月的零食多给你两颗 你就不要生气了 不行 你还要不要脸了 一个老板竟然吃手下的饭 李月盈双手环抱 胸膛不停地起伏 波涛滚滚 并且 不知是不是由于生气的缘故 那两团云润好像增大了一个档次 让万天鹿手下的三个小弟 看得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 钱友德实在没招了 他只不过是一时瘫嘴 真的没想到小李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站在一旁 不敢再说话 犹如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 李月盈对他来说可是犹如臂膀的存在 公司很多事情都是由李月盈去办 如果两人之间真的出了隔阂 钱友德哭都没地方哭 万天鹿转了转眼珠子 来到钱乡旁准备扫码 江明则好心提醒 规矩不能改 你要是付了钱 那也得等明天来吃 万天鹿发福的脸上满是笑容 我晓得的 江大厨 我点七份韭菜饺子 不是韭菜饺子套餐 这总行了吧 江明呆住了 这好像能行 不过他还是问了下系统 系统 这样行吗 可以 可以 4816成会 万天鹿乐呵呵的扫码 好像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是乐呵呵的一般 再搭配上那200多斤的体重 活像一尊大佛 钱友德震惊地看着万天鹿 还是老万脑瓜子灵光啊 这个办法为什么我们就没想到呢 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傻 主要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也就是将韭菜饺子算进韭菜饺子套餐里去了 认为二者是同一份菜品 再加上都知道明月饭店的规矩 也不会去多问江明 其实就连江明都没想到 韭菜饺子和韭菜饺子套餐竟然能单点 钱友德将李月盈请到位置上坐下 小李 饺子既然还有 你就别生气了 想当初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李月盈见钱友德要打感情牌 嫌弃地白了他一眼 心中的火这才消了一点 李月盈其实是个孤儿 在他七岁的时候 是钱友德见他可怜 把他带了回去 当亲闺女养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资源 不留余力地培养他 所以他才能在22岁的年纪 修为达到玄节二级 当七晚饭着热气的饺子 被江明端上来时 李月盈一把夺过钱友德那晚 W你吃了我一碗 现在还我一碗 咱俩扯平了 钱友德傻眼了 这这这 小李怎么能这样呢 他不想就这么放弃这碗饺子 小李 月盈 盈盈 你一个女孩子 家家的也吃不了这么多 可不能对你钱书这么残忍 如果有记者将钱友德 这幅面容拍下来的话 明天的杨氏 妥妥的多一条新闻 震惊 钱友德 杨氏首富 竟然为一碗饺子 对秘书低声下气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 其实也无怪 钱友德会这般作态 他的钱已经到了花不完的程度 现在追求的无非就是享受 以及提升实力 毕竟已经人到中年 实力在杨氏也是天花板级别 拍在首位的 还是享受 而江明做出的灵善 不仅能让他的胃带来满足感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不看着还好 让他看着别人吃 别提有多难受了 李月盈不管不顾 拿着两个勺子 左右开工 美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之前的怒气已经艳笑云散 没有什么坎是一顿美食过不去的 见李月盈游言不尽 钱友德将目光看向了黄学义 老黄啊 我老钱对你不博吧 黄学义内心一惊 这是想把魔罩伸到我这里 没闷 黄学义先是装作没听见 将饺子连带勺子 全部放入嘴中停留一会 接着 勺子拔出 放进碗里 老钱 你说啥 钱友德被恶心的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拜拜手 没事了 你吃你的吧 内心郁闷得够呛 好你个老黄 不就是想吃你几个饺子吗 至于吗 在这里和我玩麦态的 那勺子从你口里出来的时候都拉丝了 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老万就更别提了 这个老天 想抢他的食尔 比抢他的老婆还要难 在看万天路带来的三个手下 好家伙 一个个跟三天没吃饭的狗见着那啥似的 整张脸埋在碗里出都出不来 都有吃的 就我没有 那我走 钱友德悲哀的叹了口气 独自一人落寞的离开了明月饭店 就连沐水云和他打招呼都没理 哼 走就走 李月盈和黄学义也是吃完了 才发现钱友德早已离去 和万天路打了个招呼过后 朝着耀阳大厦走去 万天路则是满意的拍了拍圆溜溜的肚皮 掏出手机 对着明月饭店拍了张照片 带着三个小弟回去了 沐水云带着七个小弟 还有五个则在门外等候 钱友德和万天路刚刚从这家店出来 小弟们哪敢放肆 而沐水云知道这家店背后有低阶强者 自然也得乖乖的 看了眼价目表 老板 来八份鲁鱼 八份韭菜饺子套餐 这声音妩媚的仿佛要把魂儿给勾走一般 江明抬眼 好漂亮的腿 好白的脸 按下了手机的电源键 原本播放小姐姐跳舞的视频顿时熄灭 现实能扬眼 何必在手机中看呢 不得不说 这是江明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丝毫不逊色妹妹江月 江月是那种小家碧玉的感觉 而面前这个女人 像是妖精 酒红色的头发搭配着这张勾人心魄的容颜 天鹅井下是一黑色短衣 更衬得肌肤圣血 裸露的小腹平坦无比 下身则是超短裤 江明目测 这双腿起码得有一米二 单单是这双腿 就足够完 江明倾咳一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不知不觉间口水都要流了出来 小明 这是我大姐 云水帮帮主 目水云 理想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给江明解释 江明点头 单单到 四九九四四 成会 对于女人 江明并没有什么很深的追求 并不会死皮赖脸的贴着人家 更不相信一见钟情 她认为 所有的一见钟情 都是缠人家的身子 不过有深入了解的机会的话 她也不会介意 目水云看着江明的表现 美眸中泛起一次惊讶 对于自身的姿色 目水云还是十分自信 整个阳市 乃至德州省 绝对找不出来比她还要漂亮的 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见她不失态 轻笑一声 来到钱乡扫码 看着钱乡上慵懒的二宝猫咪 顿时挪不动眼了 这猫 太可爱了吧 钱都忘记付 伸手就欲撸猫 江明则看到了令她心痛的一幕 二宝竟然无比配合 原来这猫不是只让江月摸 是只让漂亮的小姐姐摸啊 平常来店里的 也有青春靓丽的小姐姐 但是按照江明的评分 充其量也只能达到 七点几分的样子 李月盈这个接近九分的大美女 二宝都不让摸 而目前江明见到的 能凭九分以上的美女 除了江月也就只有这个墓水云了 二宝却让摸 扎猫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哼了一声过后 江明来到厨房忙碌起来 云水帮众人看见平常冷傲的大姐 在一只小猫咪面前做出了小女儿养 惊得目瞪口呆 有人不可置信地擦了擦眼镜 这还是我们的大姐吗 我们的冷傲女王 沐水云去哪了 这不就是一个撸猫的小女孩吗 我的天 我眼瞎了 我心仰崩塌了 不对 你们不觉得大姐这个样子更好看吗 此言一出 明月饭店内全是咽口水的声音 确实 沐水云撸猫的画面 美得像一幅画啊 沐水云此时直接将二宝抱了起来 这样更好如 冷冷地看了一眼自家帮众 都在位置上乖乖坐好 再乱看 挖了你们双眼 众人顿时正经微作 眼神目视前方 啊 舒服了 这才是他们的大姐吗 小女孩什么的 怎么可能在大姐身上显露出来 苗屋 二宝发出一声猫叫 叫得沐水云心都要化了 小宝贝 是不是我刚刚把你给吓到了呀 姐姐很温柔的 哐当 有一个帮众没坐稳 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这一定是在梦里 大姐不是这样的 我还没睡醒 不过请让这个梦一直做下去吧 这样的大姐 实在太可爱了 这是你们的餐食 请慢用 江明将手中的餐食分发下去 眼睛死死等着沐水云胸口 触得猫咪 好你个渣猫二宝 等下吃饭的时候 看我不露土你 水云帮的大多都是粗人 他们吃了一口之后 便再也停不下来 我靠 这太好吃了吧 这真的是饺子吗 这鱼 我的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嫩的鱼 从来没想到 除了钱 食物也能让我这么快乐 老大太牛逼了 竟然能找到这样的神仙饭店 666 太好吃了 我决定了 以后就在这吃饭了 江明内心乐开了花 想哥还是会来事啊 正愁没有回头客 就给他拉了一拨人 沐水云疑惑地看着一众手下 这灵扇这么好吃 一手抱着猫咪二宝 一手拿起筷子打量着面前的菜品 身为老大 可不能像小弟一样没见识 看着宛如艺术品一般的飘香鲈鱼 之前沉浸在鹿猫的快感当中 现在静下心来 闻到了鲈鱼的香气 挺巧的穷鼻用力一嗅 口水止不住地开始分泌 沐水云 他的脑海中就一个想法 想吃 筷子轻轻一剥 一块肥美的鱼肉便落在了汤汁里 当沐水云吃到第一口鱼肉的时候 鱼肉鲜嫩 再配上灵魂汤汁 味道一入嘴便猛地爆裂开来 他沦陷了 此时的他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只 在水里无忧无虑的鱼一般 这味道 太绝了啊 之前吃的灵扇是猪食吧 这才真正的叫灵扇啊 苗屋 二宝的叫声将沐水云从幻想中拉了出来 沐水云看了眼怀中的猫咪 那宛如蓝宝石般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鱼 你也想吃吗 那我喂你吃吧 沐水云之无道 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剥了一丢丢鱼肉 看着量 差不多一个指甲盖大小 筷子放在二宝的面前 沐水云脸上还有些不舍 这鱼实在是太好吃了啊 这个量他自己都吃不饱 竟然还要给猫吃 而且沐水云看到了墙上的规矩 吃了这条 想吃的话只能等到明天了 你说吃手下的 或者随便找个路人把钱给他 让其代买 拜托 沐水云什么身份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掉价的事情 二宝白了沐水云一眼 那模样仿佛在说 你个小气鬼 就给我吃这么一点 白让你撸那么久了 将鱼肉一口吃完 挣扎着出了沐水云的怀抱 窜上了钱箱 恢复了慵懒的状态 沐水云此时也忘记了撸猫 以心沉浸在美食带来的快乐当中 根本无法自拔 吃相 和那群手下也没好多少 原本想着手下没见识 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万天鹿悠闲的在浴缸里泡澡 今天和钱友德完成了一笔大单 又在明月饭店吃到了美食 心情那是说不出的美 所以 他准备发朋友圈 脱了钱老总的福 竟然在朝阳街吃到了美味的食物 要问这食物有多美味 此物只因天上有 人间难得挤回文 佩图是今天拍的明月饭店招牌 他的好友可都是非富即贵 要不是志同道合的老贴 要不就是合作伙伴 以及想要巴结他的人 这条朋友圈发出去还没过十分钟 底下的评论就有十几条 老万 苍蝇馆子能配得上你这么高的评价 明月饭店 听都没听过 老万 你可得带我去看看 钱总竟然会去街边的饭店吃饭 他不是有自己的零厨师吗 能配得上万老板如此平价的饭店 我可得去尝尝 不过这明月饭店是哪啊 万天鹿见朋友圈如此热情 并且还有好几个老贴发私信来问 索性直接在那条消息底下评论 就在阳市朝阳街 明月饭店 招牌十分好找 与此同时 门外保镖敲了敲门 老板 惠海格来人了 送了一盘料理好的悬兵大闸蟹 正在客厅里候着 万天鹿听到这 从浴缸里起来 体内凌厉激荡 浑身的水珠顿时蒸发 披了一件浴袍便出门 以他的食量 24个饺子加上一盘鲁鱼 根本没吃饱 惠海格既然把他的螃蟹做好了送来 刚好可以当夜宵吃 客厅 一身穿厨师服的中年男子坐在沙发上 茶几上放了一个硕大的盘子 将五米长的茶几摆得满满当当 螃蟹的香味弥漫整个客厅 万天鹿从悬梯上下来 脸上依旧是乐呵呵的表情 哈哈哈哈 楼大师 怎能劳烦您亲自来一趟 楼大师 名为楼梵 杨市顶级餐厅 惠海楼的厨师头头 灵厨师等级更是黄街市级 整个阳市 除了灵厨副府长 就属楼梵厨师等级最高 楼梵对着万天鹿公公手 万老板送了一只黄街八级的玄冰大闸蟹 结果晚上没会海格 楼某也只能亲自来一趟了 灵厨师都有独特的脾气 这个楼梵的脾气便是做得灵善 除了自己与时刻 不允许其他人碰 万天鹿回礼 楼大师客气了 晚上前老板安排 另外改了家电吃 不过那味道真的绝了 楼梵面色诧异 整个阳市 除了会海格 还有其他的餐厅 能配得上万天鹿这个老贴如此评价 不知万老板说的是哪 万天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沙发发出了不堪重负的质押声 明月饭店 虽然店小 但里面的灵扇是真的好吃 楼梵建设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店 就没有太在意 悬兵大扎蟹 我已经料理好了 前老板趁热享用吧 岩壁 运转灵力 盘子上的餐盖被掀开 露出里面如画一般的场景 烟雾缭绕 寒气逼人 五米长的悬兵大扎蟹 被料理好放在干冰上 蟹腿被切开 蒜蓉 麻辣 盐菊 清蒸 等等做法都有 最为神奇的是 整只螃蟹还是完整的 没有被织解 蟹壳被掀开 里面的蟹黄搭配着面条 金灿灿的 让人一眼望去 就食欲大开 楼梵自信地看着万天鹿 那模样已经准备 接受他的赞美了 可是万天鹿则皱起了眉头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如果晚上没有在明月饭店 吃东西的话 万天鹿早就把楼梵夸上了天 可是之前他下楼时 闻到的蟹香味 便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那香味虽然浓 但比起明月饭店的鲁鱼 甚至是饺子 还是差点味道 原本以为是食材的缘故 可是现在餐盖掀开 露出里面五颜六色的螃蟹 对比与韭菜饺子与飘香鲈鱼的内敛 这就仿佛是农庄艳魔 与小家碧玉一样的区别 万天鹿拿起筷子 先是各个蟹腿都长了点 然后皱起了眉头 再长了口蟹黄面 摇摇头 砸吧砸吧嘴 吃尽嘴 就仿佛卸了妆 原形毕露 跟明月饭店的根本没法比 原本还想着晚上没吃饱 这悬兵大闸蟹能当夜宵吃 现在看来 大闸蟹就分给手下吃吧 自己早点洗洗睡 明天去明月饭店吃早餐 楼梵见万天鹿这副模样 还以为他的手艺出了问题 万老板 是不是不符合您的口味 万天鹿摆了摆手 哎不怪你 是那家店太好吃了啊 现在天色已晚 楼大师早些回去吧 楼梵一头雾水的离开万天鹿家 不过明月饭店四个字 被他记在了心头 能把万天鹿搞得查不思 犯不想的灵扇 他的心里也是好奇的姐 准备明天去尝尝 万天鹿将保镖召集在一起 我今天没胃口 这螃蟹你们分得吃了吧 黄街四季以下的 不要多吃 不然寒气入体 说完上楼休息 留下小弟们大眼瞪小眼 等了一会 见老板没有下来 不像是在说假话 幸福来得太突然 这可是黄街八级的大螃蟹啊 还被弄成了灵扇 平常他们哪里吃得到 一个个犹如恶狗扑食 恨不得钻到大闸蟹里面吃 朝阳街 凌晨十二点整 夜已深 大街上灯光闪烁 马路上是零零散散的行人 勾肩搭背的 在霓虹灯的照耀下 映出醉酒后红润的脸庞 面容苦涩 说不尽的辛酸苦辣 人的辛酸 只有自己才懂 这个时代的普通人 比灵气复苏之前 有着更大的压力 江明盘坐在床上 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浊气 靠着飘香如鱼的修炼效果 现在体内的灵气总量 已经快要接近凡街四级 十倍修炼卡 他还没用 毕竟能持续十二小时 可现在每天都要开店 赚更多的钱 为妹妹买一个资质高的重售 用修炼卡显然是不划算的 还是等到个合适的日子 再用修炼卡也不迟 今晚开店四小时 脑海中的任务已经是五十分之十五 再加上前有的 今天带来的四个人 理想带来的十多人 只要他们明后天再来吃饭 任务完成量就达到一多半了 江明想起沐水云那个妖精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沐水云吃完餐食之后 非要江明再做一份 各种手段都使了出来 发打 羊怒 甚至叫了一声好哥哥 声音之苏麻 差点让江明把持不住 江明摇了摇头 将沐水云忘在脑后 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浴室 系统的提示音传入江明脑海 叮 宿主注意 有人想要闯入饭店 实力玄阶五级 江明听到系统的话 面色阴冷 图 家 蒋家 你可真下得了血本 小店刚开业不久 仇家除了蒋家别无他人 他可不相信这样的强者 会做一个毛贼 今天妹妹觉醒SSS7天赋 没想到蒋家今天晚上就坐不住了 竟然派出一个玄阶五级的人来杀他们 如果江明没有系统的话 可能就真的灾了 江明虽然不慌 但心里还是很纳闷 这和他前世看的小说不一样啊 怎么上来就是这个等级的强者 按照小说里的 最开始不应该是几个喽啰出手吗 他妹妹刚刚觉醒 不派一个反接中高级的人来杀 直接派出玄阶五级的强者是几个意思 是不是玩不起啊 江明也不洗澡了 坐在床上 开启天赋 吃瓜看戏 他的实力达到了反接三级 开启神师 勉强能完整覆盖整间饭店 玄阶五级 正好让三宝恋练手 鬼蝎一洗紧身衣 紧贴着明月饭店的侧墙 抬头看了眼天色 月黑风高 真是个杀人的好时候 为了更好地完成老板的任务 晚上他特意来明月饭店吃了顿饭 明月饭店一楼的布局 对他来说已经是了如指掌 想到了那鲁鱼的滋味 鬼蝎舔了舔嘴唇 他难以想象 一个至多成为御寿师两年的人 竟然能做出如此美味的灵善 如果不是老板的命令 还真舍不得杀你 不过还真是可惜啊 鬼蝎眼神冰冷 御寿空间打开 召唤宠 影妖 玄阶六级 影妖是每一个行走在黑暗的御寿师 都梦寐以求的宠兽 他浑身漆黑如墨 模样类似于猿猴 爪子足足有半个手掌那么长 他的初级技能便是藏身阴影 在搭配不俗的攻击力 暗杀几乎是不可能失手 他的影妖 是蒋白旭费了大价钱才弄到的 也是他的第一只宠兽 感情无比深厚 鬼蝎摸了摸影妖的头 去里面 将人全部杀了 声音若不可闻 影妖点点头 身形慢慢消散 紧接着 一团阴影从门缝里溜入明月饭店 鬼蝎同时开启了自己的天赋技能视野共享 他的技能能够将视觉附着在自己的一只宠兽身上 看到他所看到的一切 可就是这道阴影进入明月饭店的那一瞬间 Nigo大宝的耳朵扑扇了下 小宝鹦鹉同时抖了抖身子 玄阶六级的影妖顿时觉得无尽的寒冷将他包裹 停留在原地 根本不敢动弹一下 危险 致命 他的应激反应告诉他 他被恐怖的存在钉上 再敢动一下就得死 影妖连本体都不敢幻化出来 一摊黑字就这么停留在明月饭店门口 如果有人看见的话 还以为是地霉脱干净 饭店内的一样 姜明通过天赋的上帝视角看得一清二楚 现在就看看大宝与小宝会怎么处理吧 可是五分钟后 依旧没有动静 咋还不动手啊 姜明现在已经是满头冷汗了 体内灵气已经见底 马上就要维持不住天赋 又过了几十秒 姜明关闭身时 大汗淋漓地倒在床上 七一滴都没有了 可他没有丝毫的满足感 看了个寂寞 他又不能下去看现场直播 到时候打草惊蛇 把人家吓走了怎么办 姜明只感觉眼皮子越来越重 到最后竟然直接睡着了 今天依旧是忙碌的一天 早就累得够呛 再加上刚刚耗费了全部的灵气 累上加累 姜明根本没有把门外的杀手放在眼里 如果一个玄阶五级的小垃圾 都能在饭店里把他杀了 这不是在打系统的脸吗 餐厅内一直没有动静 在外面的鬼蝎察觉到一丝不寻常 他的影妖在干嘛 视觉停留在店门口的位置已经五分钟了 餐厅里除了一只奶狗 和会说话的鹦鹉 便没有其他东西了啊 那奶狗和鹦鹉鬼蝎下午看了 体内一丝灵气都没有 就是普通的宠物 难道影妖小脾气犯了 他的影妖确实有时候会暴走 影戏宠兽嘛 有点小脾气也正常 门口是不能进了 影妖抱走起来 连他这个主人都打 鬼蝎抬头看了眼二楼的窗户 现在只有从这里入手 窗户离他差不多四五米的高度 对于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轻轻一蹦 鬼蝎如同一只壁虎一样 趴在窗户上面的墙壁上 凑巧的是 这扇窗户正好对着江月的房间 只不过窗帘被拉上 鬼蝎并不知道 江月这小丫头早就睡着了 嘴中还有一丝口水想流却不能流 睡姿十分不雅观 而二宝猫咪早已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 那一双蓝宝石般的大眼睛在黑夜中泛着绿光 十分渗人 视线对着的 就是窗户的方向 匍匐在窗子外的鬼蝎灵气渗入房间内 轻轻一拨 窗户上的栓子便被打开 入房 整个身影被隐藏在窗帘内 他既然亲自动手了 对手还是刚刚觉醒的小屁孩 根本不用召唤其他的宠兽 当他还在想 到时候是割喉好还是碎尸好时 在江月怀中的二宝整只猫气势都变了 一该往日的慵懒 此时的二宝 如同浮屠众生的神明一样高贵 身形如虎似豹 手尾似龙状 肩膀处有一透明的羽翼没有施展开来 头伸两脚 一脚散发出灰色的光芒 打向窗帘 这灰光一点都不起眼 毒蝎还没有反应过来 被灰光击中 整个人瞬间失化 脸上还挂着凝笑 随即十项猛地爆开 灰尘散落四处 二宝轻轻吹了口气 灰尘如同长了眼睛一般 全部吹出窗外 紧接着 窗户自动关上 栓子也缩好 一切恢复了原样 而阳城官方通缉赏金价值五百万 实力玄阶五级的毒蝎 从此消散于人间 睡梦中的江月砸巴砸巴嘴 还都闹了几声 再熟梦话 二宝重新变回了之前 那个人畜无害的小猫咪形象 在江月怀里找了个舒适的位置 闭上了眼睛 鬼蟹死了 属于他的宠兽影妖也瞬间暴毙 大宝和小宝看着门口的漆黑猿猴尸体 乃狗与鹦鹉互相对视 汪 你来动手 你吃了不就得了 要我动手干嘛 汪 喝不溜秋的 一看就不好吃 我不动手 麻烦 大宝冲着小宝 呲牙咧起来 汪 汪 你要不动手 我就把你吃了 鹦鹉看着乃狗认真的眼神 止不住地打了个寒颤 委屈巴巴地吐出一口火焰 影妖尸体顿时被融化殆尽 连一丝灰尘都不剩 小宝鹦鹉将火焰收回嘴中 在金丝笼里吐了几口唾沫 仿佛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一日 六点整 闹钟准时响起 江明不情不愿地爬起床 昨晚睡得还挺舒服的 不过 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那个玄阶五级的杀手 动用天赋神石 明月饭店内的上帝视角 出现在江明的脑海中 细细探查每一处 江明愕然 除了妹妹那不老实的睡姿 着实有点辣眼镜 明月饭店根本没有丝毫的变化 仿佛那玄阶五级的杀手 是在他梦境中出现的一样 系统 昨天是不是有杀手 是的 杀手是不是玄阶五级 是的 那杀手动手了吗 动了 然后死了 灰都不剩下 江明 Sigma-8 他虽然对系统以及三宝有信心 但一个玄阶五级的强者说没就没 而且连会都不剩 这也太夸张了吧 江明花了五分钟时间消化这些信息 下楼去厨房忙碌起来 江准备工作全部弄好之后 江明本想找小宝英武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小宝怎么都不肯说 并且还一个劲地要求江明不要再问了 仿佛说漏嘴会受到什么恐怖的惩罚一样 江明也只能作罢 打开卷帘门开始今天的营业 第三个任务还差35位回头客才能完成 并且时间也仅剩两天了 江明可得抓紧时间 好好工作 但炒饭香不香的无所谓 主要是不能关店一月 开店 门外并没有像前两天一样一开门就爆满 小点的热度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阳市的小 平民百姓们常常先就够了 根本没有余钱支撑他们天天吃 现在的一些客人要不就是不差钱的主 比如说拍在第一的人 哈哈江老板 你可让我好等啊 这人真是昨天与钱友德一起来的万天路 一身休闲服走进明月饭店 脸上依旧是笑呵呵的 万天路作为一个资深老贴 江明的手艺已经深深地将他折服 一大早就来店门口等着了 江明侧身让出位置 面无表情到 营业时间都是固定的 需要吃些什么 万天路拍了拍肚腩 好爽到菜单上的菜品全部来一份 扫码付款之后 万天路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静候美食 第二个客人 就是之前带着儿子去开房的郑君 自从知道了飘香炉鱼 能够提升修炼速度 郑君一日三餐 餐餐都带儿子郑杰来这吃鱼 吃完鱼就直奔旁边的小旅馆开中点房 郑杰也不负老爹的期望 好几条鱼吃进度 实力也蹭蹭地长到了繁街三级 接下来就是几个慕名而来吃饭的平民 这些人也就是来尝尝鲜的 姜明看着八个座位坐了七个 内心有些失落 这还是第一次饭店开店 没有坐满人 姜老板 你怎么了 看你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万天路观察敏锐 一下就发现了姜明脸上的不喜 姜老板 不是我说你 做饭呢和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一个人开心做出来的美食 就会更加的美味 姜明听到劝告 顿时反应了过来 朝着万天路善意笑笑 自己还是太贪心了啊 之前开店那么火爆 就想着以后都会一直火爆下去 一看今天的人开店没有坐满 内心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 要知道 三天前 她还是一个只会窝在房里 靠着妹妹照顾的社畜 而现在 能有这样的生活 她又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万老板 谢谢了 姜明道了一声谢 开始认真处理起手上的灵才来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只要努力练习厨艺 完成系统的任务 稳步提升实力 饭店的客人总会一直络绎不绝 根本没必要在这里患得患失 有这个功夫 还不如好好处理一下手上的鲈鱼 万天路错了错手 脸上依旧带笑 姜老板 你看能不能多给我做一份餐食 抱歉 不可以 姜明拒绝 七 姜明很感激万天路提醒他 可是私交归私交 规矩还是不能破的 姜老板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 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万天路抱怨嘀咕 说话委婉一点都好啊 一点希望都不给 太绝情了 行了 快吃吧 姜明将餐食放到万天路面前 闻着鲈鱼的香味 万天路顿时露出一脸陶醉的表情 就是这个味 比玄冰大闸蟹要香多了 姜明看了一眼任务 发现进度果然变成了五十分之十六 感谢姜老板招待 我就先走了 万天路吃完灵扇 迫不及待的便告辞了 闻着香味而不能吃 对他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折磨 他已经尽量放慢进餐速度了 可为什么还是一下子就吃完了 至于郑君父子 早就钻进旁边的小旅馆去了 前有的八点来到明月饭店 也许是在生昨天李月盈 霍黄学艺的气 今天他是一个人来的 姜老板 一碗韭菜饺子 一份韭菜饺子套餐 一份飘香炉鱼 姜明礼貌点头 回到厨房一阵摆弄 飘香四溢的菜品便端上了桌 前有的一阵风卷残云过后 砸吧砸吧嘴 抱怨道 姜老板 你这菜品都太少了 连米饭都没有 姜明并没有回答 只是内心郁闷 米饭 如果完成了任务 就有蛋炒饭 如果完不成的话 你吃都没地方吃 还在这抱怨 看了眼时间 姜前有的请出门 姜明立马将卷帘门拉下 回厨房开始给自己以及妹妹 三宝们准备早餐 今天周六 所以姜月一直到现在都没起来 砰砰砰 门外传来敲门声 姜明在厨房根本听不到 大宝起初没有理会 可敲门声越来越大 这才不情不愿地跑进厨房 对着姜明汪了一声 大宝乖 饭还有一会才能好 别着急 大宝 哦 敲门声一直没有停歇 请问这是姜月同学的家吗 我是帝多大学的老师 大宝咬着姜明的裤腿 硬生生把他给拖出了厨房 姜明这才听到了敲门声 拉开卷帘门 面前是一位富有书生气的老人家 中山庄 满头银发被打理得整整齐齐 老人家 现在已经打烊了 您还是中午十一点再来吧 姜明说完 就准备关上门 锅里还煮着饺子呢 煮久了就不好吃了 门外老人 父爱 难道我走错门了 这不是姜月同学家 学校老师给的地址就是这啊 老人伸手想要挡住卷帘门 问清楚状况 咔嚓 清脆的鼓烈声响起 堂堂帝多大学老师 玄阶九级实力的强者 竟然被卷帘门给压折了右手 老人面容疼得扭曲 这他们哪是卷帘门 这比鸭路机威力还要大啊 姜明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弄得不知所措 这老家伙看上去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在他的店门口碰瓷 七不过也太狠了吧 骨头茬子都凸出来了 还好妹妹在睡觉 不然让她看到这么血腥的一幕 肯定恶心的都吃不下饭 不过这中山庄好像质量不是很好啊 骨头茬子都能扎穿 这老头是个狠人 可惜想碰瓷 门都没有 咱饭店内可是有监控的 并且正对门的大街上 就有一个摄像头 姜明急忙撇清关系 老人家 是你自己伸的手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完还指了指店内的监控 老人直哆嗦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疼的 他也弄不清楚 为什么一个卷帘门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伤害 难道是自己老了 骨质疏松 店内所有东西都是系统出品 别说这老头子一个玄节就极了 就算是天阶来了 只要敢挡 骨头该断还是得断 老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忧愿地盯着江明 这个小伙子太不讲礼貌了 他堂堂帝都大学老师 会来这小地方碰瓷吗 也不看你配不配 老人忍痛打开预售空间 召唤虫兽 水精灵 玄节八级 硬 水精灵通体蓝色 形状很像猫咪 头生独角 治疗 水精灵接到命令 独角散发出蓝色波浪 笼罩在老人受伤的手臂上 虫兽有恢复技能的确很容易治疗伤势 奈何老人的伤是骨折 而且是骨头茬子都出来的那种 老人面色一狠 另一只手狠狠一掰 咔嚓 手归位 老人疼得汗水直冒 可愣是没哼哼一声 这让江明看得心惊肉跳 这老人不是狠人 是个狼面啊 对自己都这么狠 要不 就破例让他进来吃一顿好了 老人的手很快复原 水精灵也回到了他的御兽空间 在城市不能随意召唤虫兽 刚刚的确是出有因 老人也不愿破坏规矩 不过这也说明了一点 这种规矩 不过是哄骗普通人的笑话而已 有实力的御兽师 照样可以为所欲为 在阳市这个小地方 一个地阶的御兽师都没有 这老人玄阶九级的实力 完全可以横着走 江明吃惊地看着老人的手 要不是中山庄那红褐色的血字 真的很难想象 这人刚刚竟然受了那么重的伤 重新打开了卷帘门 老人家 就冲你这股脾气 想吃就进来吃吧 江明这话 让老人的脸色仗成猪肝色 我这都暴露了御兽师的身份 你咋还以为 我是来你这苍蝇馆子吃饭的啊 嗨嗨小兄弟 请问江月同学是住着吗 江明上下打量老人 江月这丫头 什么时候认识御兽师了 对江月是我妹妹 我叫江明 老人面露喜色 看着情况 自己应该是第一个到的 老夫郭洪亮 是帝都大学的老师 这次来找江月同学 是来谈谈去帝都大学学习的事情 江明 月月那妮子去帝都大学学习 这是我咋不知道 原来是郭老师 进来谈吧 江明干笑 郭洪亮一进门 浓郁的饺子香味扑鼻而来 嘴中疯狂分泌唾液 为了赶在别人面前 第一个来找江月 他连早饭都没吃 现在闻到了这么香的味道 肚子顿时发起了抗一声 郭洪亮老脸一红 江明则面色大变 坏了 我的饺子 连忙冲进厨房 看向锅内 有些饺子已经煮烂了 肉馅都流了出来 不过还好 由于妹妹没起床 没煮太多 也就一碗的量 这一碗 就拿给三宝吃吧 郭洪亮看着江明端着碗走出来 那碗还冒着热气 越是靠近 饺子的香味便更浓一分 这小子讲究 知道我没吃饭 竟然给我做了碗饺子 不过这饺子是用什么做的 这也太香了吧 郭洪亮站了起来 准备接过碗筷 结果 江明直接将饺子放在了地下 大宝与二宝迅速将脸埋在了碗里 吃得不亦乐乎 只留下郭洪亮一人在风中凌乱 郭老师 你赶紧坐下啊 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还站起来了呢 郭洪亮听着江明的关心 他只感觉自己的脸红得发烫 就像火球似的智人 并且一直在蔓延 耳根 后搏梗 经几倍红了下去 一直到脚后跟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原本以为是给自己做的 结果人家专手就去喂狗 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尴尬过啊 郭老师 你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发烧了 江明关心道 郭洪亮摆了摆手 江硬笑笑 哈哈 这天气太热了 太热了 江月人呢 那妮子还在睡觉 今天周六 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 郭洪亮点头 闻着饺子香味 忍不住地咽了口口水 太香了啊 要不是自己憋着 肚子一准能奏出一曲交响乐来 抬头看了眼价目表 郭洪亮吸了一口冷气 好家伙 一碗饺子卖688 一条鲈鱼卖5555 难道这人是个灵厨师 那饺子能如此香 也就说得过去了 可是这年头 还真有灵厨师 在街边开苍蝇馆子 江兄弟 我能在你这点餐吗 饺子的香味 一直在他的鼻尖营绕不去 他现在馋得不行 江明点头 这个狼面 还是给点面子好了 郭洪亮急忙到 一碗饺子 一条鲈鱼 江明指了指前香 等扫码付款之后 到了锯 稍等 郭洪亮坐在位置上 手中的筷子动个没停 一脸幸福的表情 好吃 实在是太好吃了啊 这饺子 这鲈鱼 是他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 他第一次知道 樊街的灵扇竟然能做得 比地街的还要好吃 学院里的那些灵厨师 做的灵扇根本没法比啊 每一口下去 都是满满的满足感 从舌尖开始 一直到舌根 再经过喉咙 通过食道 直达胃部 这食物每经过一处地方 那处的方便会发出喜悦的欢呼 这是一种让人身心愉悦到顶点的快感 这美味 根本无法形容啊 吃吃吃 他的大脑 现在只给他发出这么一条指令 一口饺子 一口鲁鱼 最后还能喝口饺子汤 人间的喜悦 不过于如此了吧 堵堵堵 江月穿着睡衣 睡眼朦胧的下楼 慵懒的声音传来 哥 今天吃什么啊 我饿了 江明干咳一声 提醒江月注意一下形象 这还有歪人在场呢 江月这才注意到 还有个老头在饭店内 哥 这饿死鬼谁啊 扑吃 江明顿时笑喷了 郭洪亮这个吃法 的确很像饿死鬼 郭洪亮则被呛到了 憋红了脸止不住地咳嗽 半天才缓过进来 江明板起了脸 月月 不能这么没礼貌 快叫郭老师 人家可是帝都大学的老师 又对郭洪亮拱了拱手 牵一道 小孩子不会说话 郭老师莫怪 江月翘脸微红 翘皮地吐了吐舌头 翠声声道 郭老师好 我不是故意的 郭洪亮也不至于和一个 还未成年的孩子之气 他来此地的目标 就是江月 SSS级的天赋 全国上下 一年都难出一手之数 更何况 还有些是大家族的人 根本不会来上学 如今帝都大学 只有一位 SSS天赋拥有者 但那人已经大四了 即将毕业 现在急需一个人 来撑门面 不然的话 他也没必要 急匆匆地第一个赶来 郭洪亮将最后一口 饺子汤喝下肚 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江老板 江月同学 我这次来 是希望江月 能够进入帝都大学 江月没有说话 躲在江明的身后 江明则是皱起了眉头 江月真一子 从小就没有离开过阳市 突然要去帝都上学 他不放心 也舍不得 郭老师 月月才高二 离高三结束的大同考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 这个你不必担心 帝都大学会直接 以特招生的身份 让江月同学去读书 并且会给予最好的资源 江月扯了扯江明的衣角 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充满了不舍 哥哥最近才回复 家里好不容易恢复了正轨 情轻才刚刚重新感受到 他又怎么舍得 在这时候远离 江明揉了揉江月的脑袋 示意他放心 郭老师 让我考虑两天再说吧 郭洪亮顿时急了 考虑两天 黄花菜都凉了 现在就他一家 军方以及其他高校的人 肯定就在路上 江老板还是听听条件吧 帝都大学愿意给江月同学 配置一只成长潜力 达到地阶的宠兽 并且 每月给十颗低级零食 工艺修炼 零食供应随着等级提升 而加量 同时每月一份 加速修炼的灵扇 灵气是全部五折优惠 如果江月同学 在大一学年突破黄阶 黄阶的宠兽学校 同样会配置一只 成长潜力达到地阶 大学四年突破玄阶 宠兽更是配置一只 成长潜力达到天阶 此处省略福利数百字 郭洪亮说完 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就算其他的学校来人了 这个价码也绝对是最高的 江明呆住了 像个木头人一样出在那里 太丰厚了 抛开其他福利不谈 主要是他也不了解 淡淡是成长潜力 达到低阶的宠兽 一只就要数千万 还是有价无事 低级零食是秘境中出产 预售师能够吸纳其内的灵气 加速修炼 官方报价一瓦一枚 而且还得有功勋才能兑换 在黑市场 这个价格更是贵了好几倍 江月这丫头眼睛都成 郭洪亮悠闲地坐在椅子上 逗弄着大宝丸 奈何大宝根本不鸟他 江明深吸口气 郭老师 这个还是让我们好好考虑下吧 我一时间也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郭洪亮点点头 起身走出了明月饭店 价码已经说了 人家选不选 也只能看天意了 哥 我不想去 江月呢喃一嘴 低下头咬着唇 委屈巴巴的 之前他真的怕哥哥答应那个小老头 把他送走 这个家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他怕远离之后再回来 这一切都是梦境 江明拍了拍江月的小脑袋 温和笑道 不想去就不去呗 跟在哥的旁边 照样吃香的喝辣的 咱们兄妹 不需要靠别人培养 江月看着哥哥的笑容 只觉得这个笑容无比的温暖 安全感将他包围 小时候受了欺负 哥哥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他 犯了错事 不知所措的时候 哥哥总是当他的替罪羊 最孤独 最无助的时候 也只有哥哥 一直不离不弃 陪在他的身旁 他的哥哥 那个为他遮风挡雨的哥哥 真的回来了 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江月用力地点了点头 江明则有些不知所措了 好端端的 咋哭了呢 呃坏了吧 我去给你下饺子吃 江月看着哥哥狼狈逃进厨房 扑齿一声笑了出来 笑容搭配着脸上类子 美得动人心扉 自家哥哥 还真是可爱呢 江明不让妹妹外出 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他自信 妹妹待在他的身边 绝对比去什么大学要好 有系统的帮助 现在仅仅是飘香如鱼 便能增加一半的修炼效果 以后学会了更多的菜品 又会有怎样奇特的效果 零食啥的 有了钱就能买 仅仅这几天 他便赚了将近三十万 等到名气彻底打出去了 杨氏文明 德州省文明 乃至全国文明 甚至世界文明 到那时候 还会为钱而发愁吗 江明将饺子 以及两条鲈鱼端上了桌 看着江月大快朵鱼的样子 江明开心地笑了 哥 你这样子好傻啊 少废话 吃完鱼 赶紧给我上去修炼去 你帮我来 你帮我来 帮我来 你帮我来